女孩结婚当天为了让渣男新郎原形毕露 她悄悄来到房间在电视后边装上了摄像头 待一切连接成功之后 爱丽莎立马藏进了厕所里 而这时新郎也带着情人来到了房间里 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 那就让我们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吧 只听一声响指打响之后 邮轮上的荧幕瞬间变成了房间里一男一女打架的画面 而这一幕也被全传人一脸震惊地禁收了眼底 此时杰克还浑然不知自己上战场的画面已经变成了实时直播 并且还非常大胆地卸下装备准备与女人大战一场 然而就在杰克压满子弹之时 爱丽莎突然给她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爱丽莎没有废话 只是告诉杰克打开电视 只见打开电视后的杰克瞬间压马呆住 她是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竟被全传人禁收眼底 眼看这一切都是爱丽莎做的 杰克顾不上穿裤子直接上前拼命地去追她讨要说法 此时过道里的爱丽莎始足了吃奶净狂奔 本以为马上就要甩掉杰克 可没成想却被一旁的向前不经意地一脚直接紧急制动了 向前还没来得及道歉 孤南就立马拉起爱丽莎逃离了阵 此时追上来的杰克本以为向前和他们是一伙的拎起拳头就要动手 好在向前及时解释自己和他们不认识 并且提醒杰克还穿着内裤他才羞愧地离开了阵 其实向前此次前来是来参加公司的颁奖会 他年纪轻轻就凭借自身能力成为了大中华地区的执行总裁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向前发表完获奖感言之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自杀的消息 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在场一片哗然 而向前也瞬间懵懵 因为他现在在公海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达国内 此时向前的妻子寻找经过抢救好在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后第二天一早向前买了最早的航班回国 然而就在他点餐之时行李箱突然被路人碰得很远 因为两个箱子长得一模一样 向前和爱丽莎彼此都毫不知情地拿错了箱子 殊不知这拿错箱子的操作已经悄然把二人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很快下飞机后的向前正驱车前往医院之时 助手小徐打来电话告诉他 这次谈判的形势很严峻必须得向前亲自出马 无奈之下向前只好给寻找打去电话难为情地告诉他自己不能去医院里接他 而寻找早已对向前的爽约司空见惯 殊不知这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到公司的向前意外得知王总给他准备了庆功宴 可作为工作狂的向前深知现在大战在即 于是提议庆功宴取消十分钟后让各部门负责人到办公室开会 然而就在向前打开行李箱准备会议资料时却突然发现 这个箱子里竟然没有一件是自己的东西 更要命的是里边还有女性的贴身衣物 而与此同时拿错箱子的爱丽莎也是一脸的懵逼 只见女人话音刚落瞬间对眼前的行李箱进行了猛烈的进攻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愿 在刀叉的加持下密码锁很快就被爱丽莎轻而易举地拆掉 见自己如此优秀 爱丽莎得意忘形地在卧室里疯跑了起来 但她不会料到此时有多得意一回就有多失落 只见她蹲下身将行李箱打开后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傻眼 因为这箱子里根本就没有自己洗澡要穿的衣服 反倒是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 向前谁啊 恍惚间爱丽莎这才想起 昨天在机场时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行李箱 应该是当时着急赶飞机错拿了别人的箱子 与此同时向前这边刚打开箱子也是一脑袋的问号 然而就在她打开黑色袋子时 眼前的一幕瞬间让她尴尬地差点抠出了三十一听 同事的言语嘲讽向前并没有在意 不过好在事后爱丽莎通过行李箱的信息 很快就联系到了向前 两人约定好十二点半在华润万象城的咖啡厅见面 然而就在向前到达咖啡厅后 等了半个小时仍旧不见爱丽莎的声音 向前很懊恼这人没有时间观念一脚 踢走了她的行李箱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爱丽莎突然给向前打来了电话 也就再次来到咖啡厅 但进门后并没有看到提着箱子的女人 感觉自己被戏耍的向前给爱丽莎打去了电话 并且告诉她自己已经进了门 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人提着箱子 差那间向前才意识到是不是爱丽莎去错了地 事已至此向前也考虑到爱丽莎刚回国也不好再说什么 两人重新约定好在财富大厦的门口见面 然而就在爱丽莎即将到达财富大厦之时 突然被一群小混混盯上了 这群小混混贪图爱丽莎的美貌不仅抢走了行李箱法 还将她围得水泄不通 此时恰好赶到的向前看到了这一幕 两人说完还没来得及反应 小混混直接一把推倒了爱丽莎 而向前为了护住女人自己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不仅如此 她的箱子还被混混当成是女人的直接顺风 见爱丽莎不为所动向前便提醒她报警 可被吓到的爱丽莎还没缓过来进 画面一转两人很快来到警局 爱丽莎将两人拿错箱子到还箱子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警察 可在向前看来爱丽莎刚才不报警不呼救的行为 让她很是怀疑爱丽莎和小混混是一伙的 两人争执间一旁的警察通过监控查到的逃逸车辆 这也代表着案件很快就能征破 见丈夫还在狡辩 寻找直接拿出一旁就差写上猛男专用这四个字的药甩在了丈夫面前 你现在对我是连正常的生理反应都没有了什么 谢谢你用这样的东西羞辱 向前本想解释自己并不是羞辱寻找 可没想到寻找却表示她早就不需要这种生活 其实向前之所以这么做也有难言之意 因为这么多年她为了赚钱养家一直兢兢业业 甚至一年365天其中有320天都在各地奔波没办法回家 但她不会知道也就是自己一心想让孩子老婆过上优质生活的行为 竟造成了婚姻的魄力 只见向前将手中的药一脸无奈地扔进垃圾桶后 突然察觉到垃圾桶里还有其他很多瓶瓶罐罐的药物 然而当她拿出来查看时却瞬间傻眼 因为这些药物全都是治疗抑郁症的 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为了工作已经忽略了寻找 殊不知寻找这么多年过得惨无人到甚至难过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久而久之寻找便只能靠大量的药物来维持自己的精神状态 为了让寻找得到治疗 向前隔天就带她去看了国内最权威的心理医生 可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休息不够寻找和医生的谈话向前并不知道 医生告诉寻找她现在的情况很严重 包括上次寻找突然自杀也是自主意识产生的想法 你刚刚说你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以你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合找个孩子 如果说你一定要勉强地找个孩子 会对孩子的身心还有人格造成非常不利影响 听到此话寻找内心犹如挣扎 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孩子她不可能会支撑到现在 可现如今突然因为自己的病情要和孩子分开 她还是有些接受不了现实 但即便如此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寻找 还是勇敢地迈出了这一遇 她先是买了个电话手表告诉儿子自己已经设置好 上边不仅有爸爸妈妈的电话 而且还有警察叔叔的电话 此时拿到手表的好汉很是开心 殊不知她的妈妈从此就要离开她了 只见到了晚上寻找将提前准备的离婚协议扔到了向前面前 而向前震惊地看了一眼后 转手就把协议书给撕了 向前苦苦哀求希望寻找别离开自己 可此时寻找仍旧表示他们二人的感情 已经走到了尽头 并且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她需要换个环境来改变自己早日能和儿子重新在一起 可在向前看来寻找的想法太过于自私了 这么多年自己辛辛苦苦累得跟狗一样拼命赚钱 不说生活条件比任何人都优质 但起码也差不多 自己在外挣钱她在家当个全职太太有什么不好 我特别不明白 你不愿意在家里有相父教子 不愿意做一个全职太太 每天睡到自然醒 约让自己的好姐妹喝个下午茶 做个死瓣 到了晚上打个牌 这种日子竟然是变成了你的委屈 过许大多数女人都会选择向前口中这种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对于寻找而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她感到窒息 所以她还是要坚持改变现状选择和向前离婚 见寻找如此坚定自己的立场 向前也被这一幕气的语无伦辞了 她告诉寻找自己答应离婚 不过从今往后寻找别想再见到他们的 也就是这样事后两人从民政局出来后从此便成为了末路 而向前以后的生活既要努力赚钱 又要做个全职爸爸那么接下来她扛得住吗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保姆 每个月拿着上万的工资不仅不管老板的儿子 反而还肆无忌惮地带着老姐妹在家里跳起了广场舞 自从向前和寻找离婚以后 向前一个人带孩子便体会到了家庭主妇的不容易 为了给好汉准备早餐向前手忙脚乱不小心将鸡蛋摔倒了地上 无奈之下只能让儿子凑合着先吃面包 但令向前没想到的是好汉只是吃了一口就转身前往厨房 向前来到厨房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被震撼到 她没想到自己五岁的儿子竟然会这么多技能 不仅烤箱的使用方法熟透于心 而且就连打鸡蛋的手法也十分娴熟 看到这里向前心里有些惭愧 也渐渐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儿子的很多成长 事后向前送好汉上学后着急忙慌地来到公司 但由于半道堵车向前到公司后成会已经结束了 经过几天的迟到早退 向前作为副总裁已经引起了老总的不满 无奈之下向前只好自作主张为好汉找了一位阿姨 表面上阿姨当着向前的面对孩子十分醒 然而等向前离开后阿姨瞬间换了一副嘴 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阿姨还私自带着一群姐妹 在家里开启了老年派对 好汉本想提醒阿姨自己饿了想要吃饭 可没成想却被阿姨推到了一旁 表示给她开工资的又不是好汉 不就是肚子饿了吗睡着了就不饿 感受到被欺负的好汉瞬间想起了之前妈妈告诉自己的话 这个是警察叔叔 如果你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拨这个号码 机智的好汉见状立马拨通了警察叔叔的电话 而与此同时向前也很快收到了派出所致电的消息 了解完情况之后 向前连忙向警察赔礼道歉 因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警察的执法范围之内 此时保姆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并且告诉向前如果真要开除自己那自己前面干的三天算怎么回事 向前懒得跟这种婆娘计较 直接给了三天的工资将保姆打发走了 这个阿姨 我个人也不会做饭 我送我去上课就老是知道 孩子家里有妈妈跟别人跑了 我不喜欢这个阿姨 向前明白自己自作主张找的阿姨给好汉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但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孩子 向前真的很难做到两头坚固 其实向前先前也尝试过自己带孩子 当时还把约客户的时间安排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做到与与熊掌兼得 我觉得我对你来说就是个不难 可是我爸我给你打电话你烦我 需要我不听话 你让你工作 我怕你也不要我 妈把我救给你 你把我叫一波生人 然后你们就都回去了 向前看着好汉伤心的样子内心犹如刀角 儿子才这么小心理上就承受了这么多压力 事后郁闷的向前找到好兄弟正好喝酒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寻找十年的感情说没了就没了 而且寻找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说抛弃他们父子就抛弃了 两人的情况复杂正好也只能劝向前想开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台上的艾丽莎一段钢管舞瞬间吸引了正好的注意 本想上前搭讪却没成想被向前一句话给对了 你怎么那么贱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说什么 你怎么那么贱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男人轻蔑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女人的不满 殊不知这个女人即将改变男人的一生 就在刚刚 刚经历过离婚的向前和好哥们喝的鸣鼎大醉 不料这时附加千金小姐艾丽莎来男闺蜜酒吧捧场献上了一段钢管舞 此时台下的正好看着艾丽莎完美的身材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前搭讪 跳得真好 要不咱加个微信 以后可以出来玩 不好意思 没手机 见女人有些眼熟 向前这才想起来原来这女人正是弄丢自己行李箱的那人 眼看人家已经拒绝好哥们还在后脸皮搭讪 此时向前也忍不住吐槽了几句 你怎么那么贱呀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此话一出艾丽莎瞬间不服气了 而向前知道自己跟这姑娘冤家路窄自然也不惯着她 表示她听到的是什么自己说的就是什么 艾丽莎不服气地推了向前一把 没想到这家伙直接占了自己便宜 一旁的正好连忙解释向前喝多了别跟她一样 可没想到向前却表示艾丽莎表现得这么主动 直接从兜里拿出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艾丽莎 事后警方通过监控很快就找到了向前的行李箱 而艾丽莎作为当事人也来到了现场 本以为两人之间的账总算是结亲了 可没想到事后艾丽莎刚出门走到大街上 竟突然被公司模特的粉丝袭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眼看身后的粉丝穷追不舍向自己讨要说法 艾丽莎立马不通司机的电话让她来接应自己 慌乱间艾丽莎像是看到救命稻草 也不管谁的车直接开门就上了 而向前见后边拿鸡蛋菜叶的群众更是一脚油门甩开了他们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才救下的女人竟然是跟自己冤家路窄的艾丽莎 是你啊 是你啊 什么叫怎么是我啊 你停车啊 带我去哪啊你 让我带你去哪要点点行啊 是你自己把我车上来的好不好 我知道是你的车 打死我都不会上来的 你别急 我从哪把你接上来的 我把你送哪去 你只有26岁 你撒谎 你的眼睛浮肿 见此情形寻找内心顿时惶惶不安 而面试官也对寻找下达了逐克令 殊不知接下来寻找的一番话 直接让面试官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寻找 你被录取了 其实寻找并不是有意要在面试单上弄虚作假 而是她当了六年的全职太太早已对社会脱节 但考虑到自己要尽快开始新的生活也只能默默答应下来 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进来面试年龄就被当场拆穿了 并且在场的面试官还对寻找下达了逐克令 面对面试官的逐克令 此时寻找还没缓过神难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寻找不适合主编助理的职位时 寻找的一番话彻底让众人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二天不遂人愿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这部寻找第一天来报道就被别有用心的薇薇安当场穿了小鞋 寻找之前的工作是六年的全职妈妈 各位有什么育儿方面想请教的可以问她 比如换尿片了 喂奶粉了 薇薇安的一番话引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 寻找并没有计较反倒是虚心请教自己的工作主要内容是什么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只要是同事不做的工作都是她必须要去完成的 这不刚报道完就被大家当成了跑腿的 给大婶帮买一杯咖啡 中杯拿点谢谢 哎寻找 我要一杯大杯的卡普吉诺 谢谢 意识浓缩谢谢 我要一杯冰美食谢谢 哎摩卡大杯大婶快点啊 我15分钟之后要出去拍片了 如果在出发之前没有喝到大杯的摩卡 我会在便堂睡着的 跑腿给大家买咖啡成了寻找主要的工作内容 她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加薪笔 加在主编和那么多编辑中间的一个售集报 可即便如此寻找还是任劳任怨 希望自己能融入新的环境 但她不会知道在时尚这个圈子里 同事之间的相处就像是《甄嬛传》里面的宫斗一样 只见戴斯为了面霜的编辑思路 将面霜让寻找帮自己试用一下谈谈感受 可没想到寻找刚准备上手 就被一旁的朱迪故意将面霜撞掉在了地上 并且还当众诬陷寻找这么贵重的东西 她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但反应过来的戴斯很快就明白了 刚才的荧幕是朱迪故意的 刚刚是不是你碰的寻找 不然她面霜拿得好好的就掉地上了是吧 人家寻找都没说有人碰她 你看就要碰她了 这人啊说话要讲究证据 寻找你说 刚刚是不是有人碰你了 是啊大小 说呀 刚刚是我碰你了吗 你别怕她 说 说啊 初来乍到的寻找并不想因此得罪两位了 于是只好答应自掏腰包将此事给揽了下来 但遗憾的是这是最新款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事后爱丽莎发现寻找的情绪不高 直接将她带到办公室告诉她面霜坏了 找品牌方再要一瓶就好 并且提醒寻找的工作室服务自己 并不是每天帮他们刨腿买咖啡 身为大婶 你应该比外面同事多吃了十年饭吧 我希望你尽快找准自己的位置 把你的职场变成组长 我明白了 啊 老狐狸 男人意外发现 跟自己冤家路窄的女人 竟然像年金花甲的小伙子偷怀送抱 这让她不禁怀疑屋内的爱丽莎又是来行骗的 见此情形向前 直接冲进屋内向眼前酷似总华补的男人发起了忠告 这位老先生 我善意地奉劝您一句 离某些人远一点 您这岁数都够当他们爹的了 这时候如果栽一根头 想爬起来 恐怕有点难 谢谢你提前 此话一出 爱丽莎差点被向前逗逼的一幕笑死 殊不知眼前这位酷似总华补的男人正是爱丽莎的父亲 而向前之所以把爱丽莎当成行走的骗子 那是因为只要她遇上爱丽莎和她的男闺女就没什么好事 两人第一次见面爱丽莎穿着婚纱落荒而逃的一幕向前 就没留什么好印象 直到第二次向前才明白这家伙就是上天派来惩罚自己 不仅拿错了自己的行李箱反而还多次放自己鸽子 最终更是导致自己的行李箱被小偷给顺走 本以为两人各自玩各自的互部干扰就不会有事发生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刚散场两人就又阴差阳错地上到了同一辆出租车 见二人争执得喋喋不休 司机提醒向前确实是爱丽莎先上的车 紧接着便劝向前如果不顺路的话麻烦您先下车 但此时向前根本顾不上搭理司机 反倒质问爱丽莎的男闺蜜去哪了 是不是行动失败准备各自跑路 爱丽莎懒得跟向前掰扯 直接把她当成了尾随自己的变态 两人说着就要下车好好唇枪舌战的较量一番 这谁都不服谁的场面不由的让人捏了一把汗 可就在司机问到走不走时 两人的回应又是如出一辙的默契 司机干了多年也是头一次遇见这点奇葩 只见司机开车离开后向前再次对爱丽莎进行了劝告 她告诉爱丽莎年纪轻轻地干点什么不好非要走这条路 爱丽莎被向前这番话搞得一头雾水 但也懒得跟她解释 可没成想去让向前更加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 并且再次告诉爱丽莎现在是法治社会别 到时候阴沟翻船了去采风韧机 信不信我冲你啊 你吓死我了你啊 你要换个性别的话我立马让你躺地上你信吗 冲我你 向前本以为自己用性别优势压制住了爱丽莎 然而就在她放松之际直接被爱丽莎的相当脚偷袭 突如其来的一脚让向前差点没缓过来神 但她不会知道两人这次的较量只是一道开胃财 只见事后爱丽莎来到地产公司和房产中介看房子之时 屋内不仅乱糟糟有人住过的痕迹 而且就在参观洗手间之时直接看到了终身难忘的影音 女销售带着大客户来看房子 没想到屋内不仅一片狼藉反而还看到了不可描述的一幕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女销售大发雷霆就要报警 好在这时向前的好哥们正好及时赶过来 如此冤家路窄的一幕让爱丽莎忍不住向女销售发起了质问 而女销售见状也立马将正好拉到一旁询问是怎么回事 毕竟这房子是楼王整个公司都知道没有人租首 为了不让同事发现自己利用植物给兄弟谋便利 正好谎称是向前租的别的房子自己给搞错了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紧接着连忙道歉替向前收拾了行物 别给我弄脏了 而向前之所以混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被小人暗算 本来是身价上亿的集团副总裁 遭小人暗算后不得不破产无家可归 好兄弟正好看向前无处可去才不得已想到了这个办法 但没成想刚住近来两天这常年无人租售的楼王就被爱丽莎给看上了 也就是这样才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时出来后的向前流离失所仍旧无处可去 可就在二人准备离开这里时 正好灵机一动突然发现了可以让向前不仅能久住而且还没人打扰的地方 等会儿 你有地儿住了 只见房门打开后 一套未装修的房子瞬间映入了眼泪 正好见状更是告诉向前这里随便住 绝对不会再出现有人拿钥匙开他门的那种情况发生了 按理说向前没有理由去挑正好的毛病 但巧就巧在自己准备东山再起将财产都投入了看好的期货市场之时 正好知道向前的能力 为了也赚到一笔钱直接将这么多年私藏的十万块钱让向前帮自己买了期货 所以一方面面对向前的不满正好也并没有在意 那还能怎么着 为了东山再起也只能跟着凑合凑合 不过令人比较暖心的是 正好觉得这里太空旷还让师傅给向前准备了几样像样的家具 也就是这样这所未装修的房子就成了向前的临时住宿 事后第二天只听闹钟响起 爱丽莎和向前几乎同频起床来到洗手间刷牙洗漱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两人住到了一起 只见二人收拾好着装以后这对欢喜冤家又再次碰面了 还有这种人 外套不走了 哪种人啊贝贝 给你个建议 听到向前这番话此时如果眼神能杀人 奈他向前死一百遍都不为过 而爱丽莎为了给向前一点教训 更是率先进到电梯疯狂按下关门键 愣是将向前堵在了外面 白亿总裁破产到房产中介哥们这里蹭房 没想到却被女销售带着客户看到了自己思考人生的一幕 更要命的是这个客户还是跟自己冤家路窄的爱丽莎 本以为在好哥们的打掩护下自己搬到了一处毛坯房可以过渡一下无人打扰 但没成想这天晚上向前在查资料时 隔壁爱丽莎的房间却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狂欢声 而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让本就烦闷的向前瞬间受不了 紧接着立马来到爱丽莎的门口敲响了她的房门 见向前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爱丽莎毫不服输地表示他们开派对也是震惊事 并且现在才八九点自己这个时间段应该不算扰明白 眼看自己的劝说爱丽莎根本不买账 向前死死地盯着爱丽莎眼神充满杀气 但没成想这时候爱丽莎的朋友看到向前以为她也是受邀来参加派对 随后直接一把强行将向前拉到了房间并按在了沙发上 大叔 你这个年龄还来我们这玩 肯定是在说 不会已经结婚了吧 难道是你昏了 或者是已经有孩子了 面对眼前过于主动的九零后向前并没有接招 而是直接来到电视面前将音乐的声音关到了最下 此时众人看到向前这突如其来的操作也是一脑袋的问号 殊不知眼前的向前被小人暗算刚经历了破产 并且同行的所有猎头公司都将他的资料从高端人才库给清理了出去 向前告诉众人自己并不是来参加什么派对 而是爱丽莎的邻居 虽然自己没有权利和义务对他们指手画脚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为别人考虑考路 也就是这样 这场派对在向前的一番话下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事后第二天这对欢喜冤家一大早又再次碰了面 爱丽莎吐槽向前这种人脸皮够厚的蹭房没个度还赖在这不走 而向前见状也是不甘示弱的调侃爱丽莎身上的香水味 这香水是用来喷的不是用来淋雨的 如此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一番话引得了爱丽莎的不服 为了报复向前更是直接抢先进电梯疯狂按下关门键将向前堵在了外 爱丽莎本以为在向前这里出了口气今天心情大好 可没成想刚到公司自己的老爹竟突然降临开始催自己找男朋友 此时爱丽莎千方百计的想把父亲沿走 可温红明却故意拖延时间就是赖着不走 也就在这时寻找将泡好的茶送到了爱丽莎父亲面前 通过泡茶的细心程度温红明发现寻找这个人很可靠 于是心里就默默产生了一种让寻找帮自己看着爱丽莎的想法 只见事后温红明直接电话联系到了寻找在约定的地方见了你 可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幕恰好被寻找的前夫向前给看到 而随之急来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误会爆发 诶 等会儿 等会儿 你找什么人不行 找个糟老头子 等回头他嘎嘣了好分遗产是吗 怎料当寻找听到这话瞬间心凉了半解 他没想到自己和向前恩爱了十年离婚后静落的这般停假 殊不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误会 就在刚刚向前吃饭时无意间发现 抛家弃子的前妻竟和一个老臂登在一起打得火热 见此情形向前哪里还顾得上吃饭 紧接着立马出门朝二人追了过去 等会儿 等会儿 怎么 怎么回事 呦 原来是你啊 见老头是上次在酒吧偶遇的那人向前后 曹牙都要咬碎了 因为自己当时还好心劝他不要上当说骗来着 没想到这老家伙到头来却骗到自己头上了 怕误会越陷越深寻找赶忙上前拉开二人 可没成想就在拉扯间 温红明的拐杖不小心打到了向前的鼻子 你没认识 这不少是吧 别闹了你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温红明有些不知所措 寻找见状也连忙向温红明道歉 表示向前是他的先生这件事他能解决 只见温红明离开后寻找告诉向前别闹了 而向前看到寻找手中的新手机后 更是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 他没想到寻找前脚刚跟自己离婚后 脚为了钱竟然会和一个老头在一起 我也以为有一天 你想明白了就能回来了 可是呢 你在那装疯卖茶的 在那闹异语 闹自杀 闹离婚 抛夫妻子离婚出走 还不为钱吗 听到向前这番话寻找彻底梦 随后直接一巴掌打在了向前脸上 让他清醒清醒 此时冷静下来的向前内心五味杂陈 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憋屈 殊不知此时被向前误会 是拜金的寻找内心更是犹如挣扎 其实温红明今天之所以和寻找见面 只是为了拜托他一件事情 因为温红明知道寻找是女儿爱丽莎的助理 而自己又这么多年不在女儿身边 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他想让寻找帮自己看着点爱丽莎 如果爱丽莎身边出现了图谋不轨的男人 他希望寻找能通过这部手机告诉自己 寻找身为人母很能理解当父母的苦心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但没成想被向前看到后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误会 此时坐在马路边上的向前 还在一个人生闷气 可就在这时好哥们正好的电话 直接将他拉回了现实 向前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千万别着急 好汉丢了找不着了 好汉丢了 不是你那么大人 你连含都看不住吗 得知儿子跑丢了向前心急如粉 打电话给好汉那边电话手表也提示关机 见此情形打不着车的向前 直接以百米冲刺的形式 蹬着自行车来到了正好这里会合 得知来龙去脉后三人立马分头行动 向前不仅去了儿子经常来的披萨店 而且还回到了曾经居住的房子查看 然而结果无一例外 始终都没有好汉的下落 无奈之下向前只好选择了报警求助 很快在天黑之前 向前就通过警方电话里提供的位置找到了好汉 爸爸 爸爸 爸爸我鼻子怎么了 怎么流血了 见儿子安然无恙出现在自己面前 向前内心满是亏浅 而经过此事向前发誓 无论以后怎样他都要把好汉带在身边 事后第二天向前带着好汉买完东西回家时 却碰上了冤家路窄的爱丽莎 哥你跟胖子一起好漂亮啊 是不是啊 你也消费不起 喂 哥你跟胖子一起好漂亮啊 是不是啊 你也消费不起 此话一出让本就讨厌向前的爱丽莎更加鄙视了 与向前不同的是她儿子 不仅满口一个仙女姐姐叫着 而且还十分大方地给爱丽莎分享了自己的巧克力 真可爱 你掉什么名字啊 姐 我叫好汉 咱就住在那 你可以陪我玩啊 见好汉如此可爱又有情伤 爱丽莎不禁感叹着好汉比她那死爹可强太多了 怎料当向前听到这话瞬间碌碌俩了 随后直接一把将好汉拽了回来 并对眼前爱丽莎嘲讽 为什么呢 见向前一开口就是拐着弯骂人爱丽莎直接怒 要不是向前关门够快她恨不得直接将向前大卸八块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剧透 只见隔天一大早 向前准备送好汉前往幼儿园之时 让好汉睡觉时突然被一声老鼠叫惊醒 向前见状也害怕老鼠只能斗胆拿起东西将老鼠赶跑 可就在赶跑老鼠后却突然发现墙角有个耗子洞 见此情形向前立马拿起家伙将洞给堵死了 可即便如此受到惊吓的好汉还是有些不敢睡觉 无奈之下向前只好带着好汉到酒店里住了一晚 事后第二天一早正好来到向前家里当他抓到了老鼠 见儿子对此还感到满意 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这种老鼠偷家的操作让好汉恐慌 向前提议让好汉和自己参加看谁更勇敢的比赛 然而当好汉问到向前几个人参加时向前是这样说的 见儿子经此一世也变得勇敢 向前便决定带着好汉去吃一顿大餐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出发时却意外发现了几只可怜的流浪猫 见此情形好汉担心他们挨饿便让爸爸带自己去给流浪猫买一些吃了 可就在两人即将前往超市之时又意外偶遇了爱丽莎 见好汉如此热情爱丽莎将目光落在了向前身上 但向前并不想让儿子和爱丽莎有所接触 因为向前只要碰上爱丽莎就没什么好事 可即便她如此抗拒还是架不住儿子对爱丽莎的喜欢 在好汉的助攻下这对欢喜冤家第一次有了这种相处的机会 殊不知也就是这次机会让爱丽莎彻底对向前产生了好感 只见画面一转几人来到超市后立马停在了售卖猫粮的货架上 好汉主动询问仙女姐姐哪一种猫粮小猫会特别爱吃 见此情形爱丽莎也是一脑袋的问号不知该如何选择 也就在这时下边显眼的一包宠物专用引起了她的助力 见爱丽莎对猫粮的认识也是半斤八点 向前只好主动上手在货架上选择了几样不同口味的猫粮 眼看活都让向前干了自己一个用武之地 爱丽莎直接来到一旁帮流浪猫选了个猫盆 见此情形向前指责爱丽莎要猫盆干嘛 她是能打包还是怎么变 爱丽莎懒得理会向前直接带着好汉来到了买吃的这边 然而就在爱丽莎和好汉正在买吃的之时 一旁的男子直接将装有摄像头的包放在了爱丽莎旁边 并且还用脚挪动了位置 而这一幕恰巧被一旁的向前看到 眼看刚才的偷拍很成功 猥琐男阅加的过分直接拿起手机 对眼前爱丽莎的身材样貌偷拍了起来 而向前见男子这变态的举动 更加坚定了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幕 见男人的手机里都是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向前直接一把将男人的手机当场摔了 因为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惯犯 下次再让我带上 这不是摔手机这么简单的听见没有 男人自知自己理亏手机被摔了 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阵 此事件发生刚才这一幕的爱丽莎和好汉 还是一脑袋的问号 然而就在好汉问到爸爸为什么摔男人手机时 才得知原来是这个男的偷拍他的仙女姐姐 爱丽莎很感激向前的见义勇为 但没成想向前一开口就让爱丽莎瞬间没了心情 最近的好剧情都是在工作室剪的 但工作室离家太远了 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 事后到了晚上突然狂风大作 只见向前和爱丽莎几乎同一时间将各自家里的窗户紧闭 可就在爱丽莎关完窗户后收拾桌上的垃圾来到楼梯间扔垃圾之时 突然一阵狂风呼啸将她的房门狠狠地紧闭到了一起 而扔完垃圾回来的爱丽莎见此情形更是一脸的懵逼 本以为是密码锁可以将房门打开 但不成想这颗密码锁竟然是坏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爱丽莎瞬间崩溃 自己连手机都没带也没办法去酒店住 恍惚间她突然想到对门的向前 那么她是否会向向前张开援助之口呢 昔日见面恨不得把对方撕成两半的冤家对头 现如今禁离奇有了到宾馆开房的想法 就在刚刚 爱丽莎只是出门到了的垃圾 不料前脚刚走后脚房门就被封口给关上 见此情形爱丽莎庆幸还好是密码锁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所房子常年没有出租密码锁早就处于坏掉的状态 什么呀 眼看身上什么都没带无处可去 爱丽莎本想求助对门的向前 可思索再三后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向她求助 因为自打两人认识以来自己不仅弄丢了向前的箱子 反而还因为误会大打出手过 爱丽莎知道她和向前各自都瞧不上彼此 最后在自尊心的作祟下爱丽莎气愤地踹向了房门 门外的动静引起了向前的注意 考虑到儿子还在睡觉向前出门并没有发出声音 但不成想竟看到了爱丽莎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见爱丽莎制造出这么大动静 向前本想提醒她好汉还在睡觉 可没成想爱丽莎转头后两人都吓了一跳 通过一番了解才得知原来是爱丽莎出门到垃圾门被疯婆婆给带上 见此情形向前幸灾乐祸的恭喜爱丽莎可以在楼道里借宿一宿 但爱丽莎并不想体验着楼道惊魂的夜晚 于是便主动向向前提出借用一下手机的请求 此话一出爱丽莎没想到向前竟然会这么记仇 可毕竟现在自己求人再先面对向前的阴阳怪气也只能咬牙忍受了想 很快向前就通过手机拨通了开锁公司的电话 然而天不遂人愿开锁师傅那边根本开不了密码锁 眼看是已至此又无处可去爱丽莎只好提出让向前帮自己到宾馆里开个房间 见爱丽莎沦落到这般田地穿的还这么单薄 向前无奈只能邀请爱丽莎前往自己家里 但爱丽莎担心向前图谋不轨有些犹豫 可就在向前说到爱去不去的时候爱丽莎被拉回了现实 只见进门后爱丽莎看着眼前偌大的房子家图四壁有些震惊 本想和熟睡中的好汉打个招呼可不曾想去被向前一把拉到了一旁 无聊至极的爱丽莎突然对眼前的小提琴感起了兴趣 见爱丽莎如此不守规矩向前叮嘟她好汉还在睡觉 随后让她赶紧想想办法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此时离开手机的爱丽莎脑袋里全是无聊的信号 紧接着智慧的眼珠转动后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地上的恐龙玩具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刚上手碰两下就突然制造出了动静 先是小提琴又是恐龙玩具 向前觉得爱丽莎就是来找茬的 不过好在没有影响到儿子好汉的睡眠 爱丽莎向向前吐槽自己实在是太无聊了 可就在向前问到爱丽莎想玩什么之时 爱丽莎的目光竟直接惊掉了我的下巴 向前话音刚落爱丽莎直接邪魅一笑将目光锁定在了向前的秘密基地 自从爱丽莎出门到垃圾门被风婆婆带上后 爱丽莎无处可去便只好求助向前来到了她的家里 然而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这爱丽莎来家里后像是来找茬的 不仅拿起地上小提琴丸弄了起来 而且还制造出声音差点吵醒好汉 脱离了手机的爱丽莎大脑释放的全是无聊信号 本想借向前手机消遣下时间可向前说什么都不敢 无奈之下只能拿着两个小玩具开启了恐龙大战 也就是这样爱丽莎在向前家里借宿了一晚时间很快来到白天 只见一大早正好将爱丽莎房门的钥匙送了过来 本打算询问隔壁爱丽莎什么情况是好汉的一番话瞬间让她傻眼 昨晚晚上的姐姐在我们家睡的 家睡的 见向前和爱丽莎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着急吃瓜的正好便想拉着向前问个清楚 但向前懒得跟正好解释免得越说越乱直接将她轰到了电梯里 此时到家后的向前和好汉换鞋使爱丽莎还在睡觉 而好汉也承担起了叫醒仙女姐姐起床的责任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爱丽莎忘了昨晚家门被锁的事 反而还询问好汉是怎么进到自己家里的 直到好汉开口提醒她才想起昨晚自己借宿在这里的事情 而向前见状更是将爱丽莎家门的钥匙主动递给了她 得知是向前帮自己给中介打电话送来的钥匙 并且还贴心地为自己准备了早餐 在这一刻爱丽莎内心就已经对向前充满了好感 但让向前有些嗤之以鼻的是孩子还在旁边爱丽莎穿这么少影响实在不好 经此一事爱丽莎也刷新了对向前的看法 而且和好汉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清静 然而就在向前问到爱丽莎上夜班累不累的时候 爱丽莎又感到了污污 此话一出向前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了 而向前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上次她眼睁睁看着爱丽莎在酒吧将老头的班纸带到了自己手上 所以自那以后她就觉得爱丽莎不是什么好鸟 让好汉远离爱丽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向前不知道的的是 眼前的爱丽莎正是富豪的千金小姐 而在酒吧她看见的老头正是爱丽莎的父亲 事后正好实在好奇再次找到了向前询问那天和爱丽莎发生的事情 得知向前和爱丽莎什么都没发生正好松了口气 不过她的内心也打起了对爱丽莎的歪心思 但遗憾的是她为爱丽莎准备的鲜花和礼物竟被老婆给发现了 老婆 老婆我爱你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块鞋子 我喜欢这块鞋子喜欢好穷啊 正正好 这么贵的鞋你是买给你女人的呀 女人打开后备箱意外发现 一向扣门的丈夫竟然买了这么多贵重物 弯弯本以为这是丈夫给自己制造的惊喜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刚打开高跟鞋准备试穿竟不是自己的鞋吗 小了吧 我们想了呢 怎么穿不进去啊 因为这就不是给你买的 此话一出弯弯的脸简直比天气预报变得还快 紧接着立马质问正好这东西是准备送给哪个女人的 而作为顶级销售和人打交道比吃盐还多的正好也立马想到了对策 随后当着弯弯的面表示这些都是向前托自己买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送给住在她隔壁的爱丽莎 对于这种说辞弯弯自然是半信半疑 毕竟向前那么古板的人哪里会懂得女孩子的心思 于是为了搞清楚真相弯弯决定和正好一起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然而就在输入房号准备上楼之时正好顿时慌了 因为鲜花和高跟鞋都是她自作主张满下想要送给爱丽莎的 只见两人上楼后爱丽莎开门也是一脸的懵逼 见正好躲在墙角弯弯直接喊她将手中的礼物递给了爱丽莎 并且还当众表示这些礼物都是向前送给她的 但令正好没想到的是老婆花音刚落向前恰好带着好汉撞进了这一幕 见正好和弯弯出现在这里向前有些疑惑 可还没等她开口就被弯弯打断表示向前现在经济都这么困难了还花钱大手大紧 一旁的爱丽莎本想开口解释不料也被挡了回去 而正好见状也直接张口附和将责任推到了向前身上 此话一出向前瞬间明白了这东西是正好买的让自己出来顶包 爱丽莎本想拒绝眼前的礼物 可没成想正好担心再说下去露线直接一把将东西塞给了爱丽莎随后将房门紧闭 也就是这样这件事算是被正好给搪塞了过去 事后第二天爱丽莎准备出门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向前送的鞋子 经过一番比划发现这鞋子还挺合适 可就在她有些开心之时突然想到了自己跟向前是冤家对头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 将鞋子扔到一旁后爱丽莎出门碰到了好汉 好汉热情地夸赞仙女姐姐今天穿的衣服实在太漂亮 可就是这上赶着套进户的操作也引起了一旁向前的不满 为了避免尴尬爱丽莎拉着好汉进了电梯 但楼道里的向前却站在一旁无动于衷显然不想和爱丽莎坐同一趟 可即便如此还是架不住好汉在中间当二人关系的催化节 电梯里压雀无声空气有些尴尬 向前本想解释昨天鞋子的情况不料被爱丽莎和好汉的谈话打断 只见事后爱丽莎抱着鞋子来到了向前家门口想要归还鞋子 然而就在她鼓足勇气准备敲门时突然碰上了出来倒垃圾的好汉 女人准备出门归还邻居送来的鞋子 可不曾想却刚好碰上了倒垃圾回来的邻居儿子 见仙女姐姐在自己家门口好汉忍不住询问她在这里干嘛 爱丽莎没有告诉好汉自己是来送鞋子的 反而岔开话题夸赞好汉这么小就会倒垃圾了 发超别烦 她使酷的工作都不理我 我可以拍我玩 她说话她也不理我 她还让我倒垃圾 见仙女姐姐这么有时间 好汉直接自盗奋勇来到了爱丽莎家 而爱丽莎见状也随即跟了进去 与此同时见儿子倒垃圾迟迟未归的向前也有些着急 紧接着立马动身出门查看了钱 然而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好大儿竟然敢在背后议论她爸爸 仙女姐姐你知道刺猬吗 知道啊 我爸爸就是那种 因为怕别人伤害自己 就把自己缠缩起来 当成很厉害的样子 就当这样 带着霍霍刺 滚来滚去 见儿子对自己如此了解 并且还将自己形容成害怕受伤的刺猬 向前很是欣慰 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懂事 可就在向前感到欣慰知识屋内的好汉又传来了吐槽的声音 还有啊 我这个爸爸啊 平时可笨了 他上次做早餐 连鸡蛋都煎不熟 连鸡跟家里有老鼠 他抓了半天都没抓着 他是不是很笨 爱丽莎听后对向前有了更深的认识 不仅如此好汉 还表示自己这爸爸平时臭毛病可多 袜子不仅非得手洗 而且事后还必须用吹风机吹干 不能有一点潮湿 要不然根本不用夹子倒挂起来 说到这里 爱丽莎不禁有些好奇地询问起了好汉的妈妈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好汉的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 你爸爸和我妈妈 离婚了 我一直都是你爸爸一个人带你 不是是我带他 完全相反 见好汉这么可爱又懂事 爱丽莎下意识地说出了好汉的妈妈一定很想好汉吧 然而就是这句话让门外的向前直接冲进屋内拉着好汉就要离开 两人一番礼貌地对话之后 向前到家里直接给好汉开启了批斗大会 我严肃地批评你 你说家里那点事你怎么跟谁都说呢 你说你跟人说什么 你不是一直都要门合听吗 我什么时候偷听了我 说谁啊 我那说你的问题呢 你以后还往往人家跑了 好汉没有直接回应爸爸提出的问题 反而询问他有没有觉得仙女姐姐很喜欢自己 见儿子这么小就这么自恋向前没忍住笑 随后询问好汉喜欢仙女姐姐那幼儿园的唱唱该怎么办 唱唱 现在不喜欢 以前他小 现在我长大了 我觉得他现在太幼稚 眼看儿子建议思迁的本事越来越像他正好叔叔 并且现在只要看到爱丽莎好汉就满心欢喜 为了阻止好汉继续和爱丽莎之间的来往向前犯钱 殊不知很快连他自己都要离不开爱丽莎了 只见事后第二天正好打电话告诉向前香港的监制 对他提到的项目很感兴趣 所以决定在正好家的火锅店和向前见一面 向前听后很是激动说明项目有了着落 可让他犯难的是好汉放学没人接待怎么办 思索再三之后 无奈的向前只好给爱丽莎打去了电话 艾丽莎怎么也没想到向前求自己帮忙竟然还这副德行 而向前更是怎么也没料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如此卑微的去求 跟自己冤家路窄的爱丽莎 原来向前制作的文案得到了香港监制的认可决定和向前见一面 可让向前发愁的是 和香港监制见面不一定得谈到啥时候没办法接儿子放学 于是思索再三之后 向前只好给邻居爱丽莎打去了电话 你看远亲不如近 这邻里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忙 这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饲养品课科都学过的 见向前态度180度大转弯 爱丽莎也能理解她一个大男人带孩子的难处 毕竟自己也喜欢和好汉相处 也就是这样爱丽莎答应了向前的请求 但是也明确告诉了向前自己是看在好汉的份上 才愿意帮她这个忙 并且提醒向前可欠自己一个大人席 改天一定登门大谢 行吧 就这样 拜拜 你跟我还行 电话挂断后 爱丽莎告诉寻找今晚只能辛苦她自己整资料 而她自己则要去帮邻居接一下孩子 殊不知爱丽莎即将要接的孩子正是眼前寻找的儿子 而刚才电话里的向前就是寻找的前夫哥 晚上向前这边顺利接见了陈坚智 陈坚智对向前的文案很满意答应会全力帮她 并且劝向前尽快凑够500万启动资金 而向前更是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表示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筹钱 也就是这样这次合作的过程很愉快 可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放后来到爱丽莎家找好汉之时 怎么敲门都没有回应 最近好剧情都是在工作室捡的 但工作室离家太远了 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9万句 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 你们在哪呢 我跟谢日姐姐在天台呢 你上来找我吧 朋友干嘛 得知儿子和爱丽莎在天台 向前立马前往顶层查看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爱丽莎帮自己带好汉竟然如此细心 殊不知她此刻已经改变了对爱丽莎先前的看法 事后向前决定等晚上签约仪式举行之后 就把之前买的期货抛了拿出来投资这次的项目 很快项目就如期推进进入了签约仪式 可就在一切正往好的方向发展之时 突然好哥们正好的电话不断朝他打 碍于签约仪式正在进行向前挂断了他的电话 可着急不行的正好还是直接来到了现场 出事了 你怎么还关机了 我接你什么电话 接你电话 你没让我跟着签约的吗 东南亚天灾 所有的相交期货都上涨了 这如此震惊的消息让向前整个人瞬间懵了 而打开电脑一看 更是发现自己买的期货已经赔了个底朝天 这也代表着这次合作的启动资金 他向前已经拿不出来了 怎么样了 到底怎么样了 你说句话呀 什么没了 钱没了 出事了 东南亚天灾所有的相交期货都上涨了 怎料当向前听到这话立马打开包里的电脑查看 然而不出意外意外还是发生了 眼前的一幕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向前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因为他几分钟前刚跟香港的陈坚智签订了合作协议 可现如今前都赔进了期货里 这也代表着向前已经拿不出要投资的启动资金了 晚上向前一个人走在街头不知该何去何从 眼看自己就要翻身可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为了兑现对陈坚智的承诺 向前思索再三后打电话给了正好让他帮忙把自己在市中心的那所房子卖了 本以为自己咬咬牙可以挺过去这次难关 可不曾想隔天正好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这两天刚刚好出了一个调控的政策 你那房子属于豪宅在这个红线之内卖不掉 此话一出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向前此刻的心情 而正好也知道向前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于是告诉向前现在他们家火锅店的生意还不错 自己想想办法从父母那里借一点出来不料刚开口就遭到了向前的拒绝 只见事后第二天向前卑躬屈膝地找到了曾经生意上的朋友 拉他们投资自己 抱有一丝希望的向前之所以来找他们 是因为之前自己风光的时候这帮人没少让自己帮忙 可向前不知道的是 这社会人心险恶 如果你没有了价值 哪里还会有有情可言 我这最近吧 给我岳母买了新房 给我媳妇换了新车 所以我这最近手头也有点紧 所以如果我来投的话 我投您五万 向前心里清楚这帮人是有意在这里看自己笑话捉弄自己 所以也没必要继续和这帮小人在这里自讨没去 事后向前向陈坚智坦白了自己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陈坚智听后觉得可惜 毕竟这么好的项目却难在了启动资金 但与刚才那群小人不同的是 陈坚智虽然没有和向前达成合作 但他还是认可了向前这个人 并且告诉向前以后再有项目一定要找他 他肯定还会选择帮向前 也就是这样向前唯一一次的翻身账还没开始就结束 事后向前到处借钱的事很快就在圈内的老板之间传开了 毫无疑问这帮人和向前之前找的那群人一样都是小人 不仅落井下石反而还准备把向前叫到眼前好好羞辱一番 向总吗在哪呢 我是给他修完 不是 我是看着资料呢 怎么了有事吗 哦在这呢 我刚好跟一般老总一起喝酒呢 聊到你那个生意都挺感兴趣的 那有时间过来跟我们聊聊 得知项目资金有了眉目向前有些激动 随后立马西装革履将好汉托付给了爱丽莎赵 可他不会知道接下来自己将要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吃 怎么才来上走都等着你呢 你看你看说操操操操操就到了 姗姗来吃 这大半夜的穿成这样上班啊 等你消费吗 那我可消费不起 男人大半夜突然接到了曾经生意上合作伙伴的电话 向前本以为这次可以拉来投资逆风翻盘 所以将好汉托付给了爱丽莎赵 殊不知他即将要面对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吃 只见向前硬着头皮进到包间后 在座的所有老板都阴阳怪气地称赞向前是行内的领头养 不仅如此还让向前当众自罚三倍 更要命的是倒酒的男人还是向前曾经的助 向前深知现在自己求人在先于是只好忍辱负重任在喝下了受罚的酒 向前向各位老总推销完自己手中的项目后 薛总觉得是时候让向前掌掌教训 于是告诉向前想要合作他必须得拿出诚意 说着就要让向前换上大杯的不然接下来的合作可不好谈下去 见在座各位都是这个意思 薛总更过分 此时向前曾经的助理小徐深知自己亏欠向前于是出面想要劝阻 可不曾想去被向前制止 因为向前心里清楚 向前在这群人眼里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可他向前说什么都要为手里的项目做最后一次努力 只见他端起桌上的一大杯养酒瞬间一眼而尽 最后更是一杯接着一杯直到醉的不省人事 而与此同时细耍完向前的各位衣冠禽兽都跟没事人一样拍拍屁股走 事后向前亮亮呛呛呛地回到了自己家楼下 此时酒精已经完全充斥了他的大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 完了 找不到家了 小心了 我爸不来电话了 爸爸 你在哪呢 我在家有心姐姐陪着我呢 我找不到家了 我喝到了 哎 你现在在哪呢 我在院里啊 眼看向前说话都大舌头明显是喝多了 爱丽莎只好下楼来接向前回家 可见到向前后发现这家伙已经醉得不认识自己了 并且还大口破骂刚才那帮孙子落井下石 见向前又耍起了酒风看在好汉的面上他也得管向前了 紧接着一把拉着向前就要起身回家 见过喝醉的都知道整个人死沉死沉的 也就在拉扯间向前一个突然没站稳直接惯性将爱丽莎带到了地上 而这一带不要紧两人竟直接不经意的亲到了一起 殊不知也就是这一吻让爱丽莎从此彻底爱上了向前 事后爱丽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向前带到了家里 而向前更是一个没楼住直接展示了口吐义务的小猜疑 我怎么还给死了 都这儿了 怎么找不错 见此情形爱丽莎只好和好汉将向前带到了洗手间 中间更是抽空为向前更换了床单被讨 将向前安顿好后爱丽莎只好带着好汉住到了自己家里 然而就在半夜突然一阵敲门声吵醒了熟睡中的爱丽莎和好汉 今天还是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 我去看看啊 你在她待着啊 姐姐没叫你出来不许出来啊 哦 哎 我躺这儿了 哎 怎么这么烫啊 醉酒高烧的向前突然出现在了爱丽莎家门口 一向没照顾过人的爱丽莎瞬间傻了眼 不过好在向前的儿子好汉这么小就可以独当一面 不仅让爱丽莎为爸爸准备了温度计 而且还使用了物理降温的方法 最终在二人齐心协力的配合下 向前的高烧总算是退了一些 可刚解决了向前的问题送好汉上学又成了难题 对 你好像幼儿园了 姐姐你要送我去送幼儿园呢 送去幼儿园 见此情形好汉只好打电话让正好叔叔过来照顾爸爸 毕竟正好就在楼下的寿楼部工作 也就是这样爱丽莎送好汉上学 正好则接手了照顾向前的众人 可就在正好照顾向前之时突然接到了物业老大的电话 而电话内容则是公司要收回向前所租的毛坯房 眼看是已至此向前没了住处正好又求爷爷告奶奶托朋友给向前找了个住处 还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我又给你找一房子 位置稍微便宜点 但是房子特别好 有惊喜 你每天一咋个起来 无敌大海景 看到我都想去住了 你是人家疼房子吗 正好将电话里物业老大的意思告诉了向前 考虑到向前还在生病 现在让他搬家实在不合适 于是正好和物业老大商量将时间期限定在了周末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向前答应的十分爽快并且承诺会尽快搬走 晚上向前独自一人在阳台上望着眼前充满霓虹灯的城市 从万众举目的总裁到现在颠沛琉璃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 向前回想起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遭遇和困境举步为奸 甚至连痛哭都不敢发出声音 因为他不想让六岁的儿子看到自己王贝里 事后第二天一早向前将搬家的事情告诉了好汉 可让向前没想到的是好汉竟然提到了爱丽莎 我们是那个新冯仙姐会一起来吗 见好汉的表情有些失落 向前答应好汉以后有机会会经常带他回来见爱丽莎 很快正好就带着向前和好汉来到了他们的新住所 并且告诉向前这里曾经是自己朋友开的一家酒吧 后来不想坐了才一直空着 自己那朋友知道向前有难处所以决定免费让向前居住 此时出门看到大海的好汉瞬间开心的手舞足蹈 可让正好没想到的是向前竟然托自己不让任何人知道 他在这里包括爱丽莎在内 一蹶不振的向前 已经失去了和命运作斗争的勇气 殊不知另一边的爱丽莎经过内腕和向前意外的亲吻后 内心已经小路乱撞 此刻她满脑子都是和向前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包括向前多次对自己仗义出手相救 但她不会料到向前和好汉已经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得知向前和好汉已经搬走的爱丽莎有些震惊 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想亲眼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屋内向前和好汉的东西早已是空空如也了 小姐 你是住隔壁的吧 要是没什么事我们就走门了 好端端的大活人突然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了 爱丽莎有些失魂落魄 到了晚上她不停地给向前发去了很多消息 然而结果无一例外都始终没有回应 不仅如此打电话还遭到了向前的挂断 爱丽莎心想自己也没得罪向前了 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了 大叔 你到底在干嘛 能不能回下我的微信 哎呀 为什么不是她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此刻爱丽莎的心情了 殊不知自从那晚不经意和向前亲到一起 后爱丽莎就彻底爱上了向前 事后第二天爱丽莎仍旧没有向前的消息 无奈只好给向前的兄弟正好打去了电话请她晚上喝酒 正好知道爱丽莎约自己是打听向前父子的下落 于是并没有告诉爱丽莎向前和好汉在哪 因为先前向前交代过正好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在哪 她却挺关心我的 她都知道我穿多爱马鞋子 她还帮我找钥匙 她却挺温柔的呀 你还挺鞋的事 见爱丽莎提到了鞋子正好就气不打一出来 因为当时那鞋子跟花都是自己买的 可这现在自己钱白花了还让人家喜欢上了向前 不过倒也没关系都是自家兄弟起码肥水没溜外人田 合着我花钱买礼 这姑娘都喜欢你了 行的自己兄 也算肥水没溜外人田 直 此时向前这边自打上次措施翻身的机会后就一蹶不振 房贷和日常开销以及好汉上幼儿园的费用 已经压得她快喘不过气了 无奈之下向前只好带着自己高昂的西装来到了二手服装买卖公司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现在这副模样竟然遭到了服务员的鄙视 我们这可不是什么都抽的呀 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向前可算是体会到了事态炎凉 好在一旁的经理见多世广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宋水前台仍旧阴阳怪气的对向前说道 向前懒得跟服务员解释直接掏出了口袋的会员卡 而服务员这边打电话一查不要紧 直接为自己刚才目中无人的样子感到羞耻 得知这衣服都是真品经理立马让服务员把衣服收拾好摆了出来并且询问向前打算怎么出手 而向前深知自己急需用钱所以只留下了一套西服将其余的全部出手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东西买的时候都是几十万买下的 现如今所有打包才给出了三万块的价格 实话跟你说 我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是孩子等着这些钱要上学呢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再多给点 见向前确实有难处 最终两人商量以五万的价格收购了向前的衣服和几张会员卡 也就是这样向前算是暂时稳住了日常生活的开销 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向前临走前却对一旁送水工赶起了兴趣 只见事后向前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送水工 可就在工作之时爱丽莎的消息还是不断 为了重新生活下去 向前直接删除了爱丽莎的联系方式 大叔你能不能回一下我的微信 你把我删了 他敢删除我 你把我删了 他敢删除我 爱丽莎怎么也没想到 曾经那个自己瞧不上的大叔 如今却直接轻松拿捏了自己 不仅打电话不接 反而还将自己的微信给拉黑了 作为白富美的爱丽莎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于是不信邪的再次向向前下达了最后通知 大叔 你厉害的话 就把我的电话一起删了吧 与此同时正好这边将修好的电话手表还给了好汉 其实在这里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帮助向前 为了帮向前改变现在一举不振的样子 正好和好汉商量他们俩应该找个救兵 让向前从失败里走出来 救兵 你说仙人姐姐吗 但是仙人姐姐已经放过好多信息 那打电话给我吧 但是我帮我非说不是他 眼看向前是故意躲着爱丽莎 正好提议让好汉给仙女姐姐主动打去了电话 并且还告诉了爱丽莎他们的新房子在临海路95号 也就是这样爱丽莎终于有了向前和好汉的下面 紧接着二话不说就要直奔两人的住址 可就在门即将打开是爱丽莎犹豫了 因为刚刚向前才删除了她的联系方式 这个时候去找向前不就等于低头了吗 我怎么能这么没出息啊 爱丽莎深吸一口气强装镇定地准备回到屋内 殊不知第二天一早她的行为就将口中的高冷啪啪打脸 与此同时在酒吧堕落买醉的向前突然被出现的女人搭讪 以向前现在的心情根本对女人提不起兴趣 可就在向前让女人离开之时 竟然被一旁的几个男人当成了是强妞的对手 向前没有说话直接动手和男人撕打了起来 然而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当场揍了一顿 事后正好将醉酒的向前带回了家并对她好言相权 最终将这爷俩安顿好后才离开了镇 但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向前 此刻就像是迷路的孩子没有方向 殊不知第二天拯救她的爱丽莎即将就要出现了 便对向前的疑问爱丽莎没有回应 而是关心向前人有没有势少喝点酒之类的话 向前嘴硬地表示自己又没花你爱丽莎的钱 但还是打听起了爱丽莎的近况 最后更是告诉爱丽莎不用客气随便找个地方做了 可没成想爱丽莎竟直接坐到了自己腿边 那真不可能 见爱丽莎这么随便向前借着酒精以大男子主义的形象 对爱丽莎一顿数落 告诉爱丽莎这女人老了和男人栽了一个德性根本没人待见 美貌只是一时的根本靠不住 与其每天隐隐狗狗地出现在酒吧敌厅 还不如趁着年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好好生活 未来可泣 殊不知眼前的爱丽莎根本不是向前口中的那类人 看到向前原来是这么看自己的爱丽莎没有解释 但是直接站起了身 虽然爱丽莎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此刻她心里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只见事后第二天一早爱丽莎直接带着行李来到了向前这里 自从昨天向前借着酒精将爱丽莎一顿数落后 爱丽莎直接将计就计带着行李来投奔了向前 此时看到爱丽莎出现的向前一脑袋的问号 还以为爱丽莎是来家里做客 爱丽莎告诉向前自己认真听取了她的劝告 并对人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所以她决定退出原来浮华的生活模式 准备开始平平淡淡的生活 紧接着还没等向前拒绝就表明了自己的难以 我现在正式请求 你说了我 一个孩子也是养 两个孩子也是养 再说了 我不白住 我也退份帮助 我还会做家务 面对爱丽莎的突然袭击向前自然不会同意她留下 毕竟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独处一事说出去算怎么回事 可即便如此爱丽莎仍旧要坚持留在这里 随后还表示她向前作为自己知道人生的一盏灯 不能说撒手就撒手 而好汉见状更是打起了辅助 姐姐姐这多少点东西啊 是啊 姐姐帮回来住 你开不开心啊 有没有好啊 这一个屋子她住哪啊 爱丽莎早就猜到向前会这么说 于是直接走到一旁比划着墙角处 随后又告诉向前这里夹个窗帘里边放个床就啥也看不见了 见爸爸吃饭对意见不同意仙女姐姐搬过来走 好汉直接选择站到了仙女姐姐这边 这个家里两个人 我有发言权 我没有否定你有发言权 但是你没有决策权 我说了算懂吗 眼看向前仍旧不同意自己搬进来 爱丽莎只好谎称自己暂住在这里等找到工作后会第一时间选择离开 眼看是已至此向前只好暂时答应了下来 事后更是带着爱丽莎来到了朋友的饭店打工 可令爱丽莎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办上服务员就遭到了客人的骚扰 雷子 是不是新来的 我新不新来的 跟您点菜有什么关系 点菜吧 忽如其来的状况引起了老板和向前的注入 两个客人更是恶人先告状的指责爱丽莎动手打人 但向前一看就知道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紧接着从爱丽莎口中得知这俩人对她动手动脚后 直接二话不说就收拾了这俩小 干嘛 你给我坐下 小杉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你开了这十个半天了 坐 哥 一句不干了牵着爱丽莎的手就离开 此时向前瞬间霸气到了极点 但不服气的小昏昏还是追了上来 而向前和爱丽莎见状也躲在了墙角里 眼看黑衣男子逐渐逼近 向前更是直接一把举起两百斤重的石块等着男人靠近 男子看着向前举起的石块有些紧张 此刻三人都看着对方空气仿佛瞬间静止 直到外边小弟开口询问里边有没有人事气氛才被打断 不在这 走 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差点没让爱丽莎笑死 这种刺激的场面是她作为千金小姐从未体验过的 此刻向前在她心里的地位也更胜利 直接二人回家以后向前直接拿出了准备好的阶级协议 先看清楚啊 接济协议 你要是觉得不好听的话等改成劳动的劳协议也行 别啊多难听 那你别借我 我认真听起了你的劝告 对我的人生进行了严肃思考 我决定了 退出原来浮华的生活末式 开始过一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普通人生活 富家千金为了追到落魄大叔 不惜放下百万年心意无反顾来到了她的家里合租 爱丽莎谎称自己丢了工作无处可去 出于人道主义向前只好暂时同意收留了爱丽莎 但事后还是为爱丽莎量身打造了阶级协议 向前本人道主义精神同意阶级爱丽莎三个月 这三个月爱丽莎在付起房租的情况下 以劳代资帮忙做家务 以此获得一小张床的居住权 见协议里的内容爱丽莎已经明确 向前告诉爱丽莎自己和她只是路人甲和路人蚁的关系 如果在未来的三个月内爱丽莎不私进取 还没办法完成自食其力 那么她肯定会让爱丽莎离开证 本以为爱丽莎会想清楚后签字 可没成想爱丽莎二话不说就把字给签了 并且还要求自己现在把床给买 总得买个床啥的呀 不然我睡哪儿啊 我还得了签 那怎么办呢 向前有些不知所措 但今日消费已成定局了 只见事后一辆皮卡车开过上边装满了家具 可让向前有些不解的事 你爱丽莎买些家具 就算了整一些花花草草的算怎么回事 爱丽莎见状更是指责向前不懂情调 随着车停稳向前下车后 爱丽莎趁机直接塞给了师傅一百块钱 并告诉她待会帮自己把东西给搬进屋里 紧接着连忙下车告诉向前 这里交给自己就行了 让她去接好汉放学 那么多东西你一人能行吗 那谁啊 我是谁啊 再说老头颜里面都行 收拾房间是我的工作 先行吗 行 眼看爱丽莎这小姑娘还挺懂契约精神 向前也只好将这里的事宜交给了爱丽莎答案 殊不知等向前回来即将看到惊喜的一幕 只见爱丽莎和师傅将东西搬到屋后 爱丽莎立马化身贤妻两母的形象将屋内进行改造 一顿不停歇的操作之后 立马将向前的房子收拾出了生机勃勃的母门 哇我们家好干净啊 完全变样了 你下来呀 没事 哇一定是你的魔法 见家里的环境完全变了 让向前有些不可思议 她没想到爱丽莎这小姑娘办事还挺靠谱 只见事后第二天爱丽莎起了个大早和好汉打了招 而向前更是按照协议上的约定 将要洗的衣服放在了床上 随后告诉爱丽莎这是她今天的任务 下午的时候你记得去接孩子 那孩子的心有的人地址 我已经发在你手机上 嗯 能稍微注意点影响吗 哎呀 知道了 孩子早晚就天上摔怪 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不由的让人感觉 这就是活生生的一家子 只见向前送好汉离开后 爱丽莎看着床上要洗的衣服一头雾水 因为她食指不沾阳春水从来没干过这 但是这可难不倒一向机智的爱丽莎 只见事后爱丽莎开车来接好汉放学后 立马让好汉配合自己将在干洗店 洗过的衣服上的塑料带柴 随后还告诉好汉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秘密 我跟你说好汉 这事要让你爸爸知道了 我就不能跟您骑住了 嗯 你放心吧千人姐姐 江车停在地库后 爱丽莎又带着好汉打车回到了向前的房子 并且晚上还将提前订好的外卖放进了锅里 让好汉帮自己伪装成刚出锅的样子 然而正当二人忙的热火朝天之时向前下钢 见此情形爱丽莎手忙脚乱地收拾了打包餐盒和带子生怕露出破绽 本以为这招可以瞒天过海让向前尝尝自己的手 可不成想就在向前盛饭时还是发现了端倪 这手越来越好了 给饭龙煮熟也不容易 是不是学问 男人乘饭时意外发现 电饭包的馅根本没插米饭就煮熟了 见此情形向前瞬间察觉到了这顿饭有猫腻 这手越来越好了 饭龙煮熟也不容易学问 爱丽莎知道向前在试探自己 于是连忙表示自己也算是情绪苦练费了好大的功夫 而向前深知从爱丽莎这里得知真相无苦 随后立马将突破口转到了六岁的儿子身上 你也成功了 嗯 我瞅瞎 见好汉如此配合自己爱丽莎松了口气 可不曾想向前转头又将问题抛给了自己 不过好在爱丽莎及时回答的滴水不漏 眼看爸爸吃个饭问个不停 好汉直接开口打断了多嘴的向前 已经有人跟我说了 有饭吃就得管住嘴 嗯 见儿子用自己用过的招数对付自己 向前心里瞬间有了答案 他更加确定这顿饭不是爱丽莎做的 只见好汉吃完将碗筷收拾后 向前再次旁敲侧击地让爱丽莎承认这顿饭是买来的 紧接着表示这顿菜做得十分美味 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油放得多了一些 这么多油做的时候放的应该是芝麻油吧 而此话一出爱丽莎还在极力掩饰 殊不知向前已经看穿了她的把戏 三个人的饭得用几碗米 少说得两碗吧 啊 两碗 那这一顿饭得焖多长时间 咱们不得十五分钟 嗯 十五分钟 这这饭锅的线怎么没差呀 拔了 拔了 我们家没有芝麻油 只有花生油 随着事情逐渐被向前揭开真相 爱丽莎索性也不装了 而向前见状更是指责爱丽莎都混成这样的 下次花钱能不能不要大手大脚的 最起码手脚利索点 别让自己看到打包带也像回事 这才几个菜呀 花不了几个钱 花不了几个钱 你到这来我得当俩孩子养 你看这电名车没有 知道白了吗 我现在去当代价去了 见向前都坚持做代价了爱丽莎有些震惊 因为先前向前是做金融的城市精英 现如今坐上了代价明显 和曾经的人生背道而驰了 但向前却一脸的云淡风轻 表示现在金融圈里的人 看见自己就跟好汉看见百合花一样 好汉 你看见百合花什么反应 哪有百合花 现在你可别买百合花 我在百合花过敏 我一闻到就黄身痒痒 不行 我也听不清楚 虽然爱丽莎不知道向前经历了什么 才会成现在这样 但她已经想好了要帮向前重拾信心打破现状 只见事后第二天爱丽莎送好汉上学时 向前叮嘱爱丽莎晚上记得做饭 并且再次提醒她千万不要耍小聪明 自己是属狗鼻子的一下就能问出来 殊不知有了上次被向前发现的教训后 爱丽莎早就学聪明 只见她事后立马找到了自己的男闺蜜湖南帮忙 帮我干嘛 做的晚饭三个菜就行 首先你得自己做 但是不要做的太好 要像我做的一样 一吃就是大厨手 一那肯定就露馅了 第二 让人孩子喜欢吃 第三 少油少盐不要胃精啊 帮我干嘛 做的晚饭三个菜就行 随着爱丽莎此话一出湖南瞬间懵了 因为自己开的明明是西餐店上 拿给她整中餐的菜系 可即便如此爱丽莎还是一口咬定 让她湖南来帮这个忙 不仅如此还提出了三点要求 听到还必须得孩子爱吃 湖南瞬间觉得自己这大小姐闺蜜 不会给谁当保姆去了 但本着道上的事少打听的原则 湖南只好乖乖来到了超市 可进到超市 她才发现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爱吃什么呀 无奈之下 只好给身为人母的寻找发出了求救信号 然而就在寻找询问孩子多大之时 湖南瞬间把问题抛给了爱丽莎 并且在得到答复后又再次发给了寻找 你又再打好汉的主意吗 我警告你 不要碰我儿子 都说女人敏感这次可算是领教了 而爱丽莎也察觉到了同样回消息的寻找 殊不知他们聊天过程中提到的孩子 正是寻找的儿子好汉 只不过这层关系暂时还没有揭开面纱 有了寻找提供的菜谱后 湖南也松了口气 只见晚上爱丽莎将提前准备的饭菜 立马呈现在了向前和好汉面前 好汉的一番话直接倒破了玄机 殊不知这些菜品正是她妈妈提供的 有了上次发现爱丽莎买熟食回来投机取巧的时候 向前到现在还怀疑这些菜是爱丽莎从外边搞来的 于是又开始有意无意的试探起了爱丽莎 这鱼和虾都是你自己收拾的 我收拾的 用什么收拾的 自从上次被向前套出真相后 爱丽莎就学聪明 回答问题之前先把水给搅混 不仅如此还立马转移话题招呼好汉过来吃饭 最近的好剧情都是在工作室剪的但工作室离家太远 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9万9 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试开三天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误 这几个菜啊 往后一下午累死我 就表牙 辛苦你了 得到向前和好汉的肯定后 爱丽莎很是开心 于是饭后决定亲自为向前和好汉献上一段钢管舞 然而就在爱丽莎得意忘形之时 突然一个不小心将好汉和他妈妈一起制作的小房子给踩坏了 而好汉眼见这一幕更是难过地看着坏掉的房子一言不乏 见此情形向前连忙安慰好汉并答应自己下班后一定帮他修好 可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好汉说什么都要跟着自己一起去做代价 向前本想拒绝可一旁的爱丽莎却开口让向前带着好汉一起自己则负责摊家 如果到时候不方便他再去把好汉给接回来 也就是这样向前带着好汉来到了做代价的地方 殊不知也就是这次代价之旅彻底让向前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改变 全职奶爸带着六岁的儿子出来做代价 没想到竟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 向前本想解释自己情况特殊代价的只是前往了隆藤别墅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车子竟然在走到半路时突然没了油 见此情形向前一脑袋的问号 于是将头探出窗外想要确定自己在哪 然而这一看不要紧旁边全是小方 那之下向前便打算叫醒陈小姐 可没想到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回音 眼看气温越来越低向前担心陈小姐着凉将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 可不曾想却造成了天大的误会 你吓死我了 你谁啊 你喝多了你叫代价你记得吗 这是哪儿啊 不过没看错了吧因为是墓地 墓地 突如其来被当成绑架的流氓向前脑瓜子瞬间蒙了 不过好在没有吵醒自己六岁的案子 安妇索在贴心地为陈小姐递上了纸巾 不仅如此还及时地给陈小姐递水漱口 就在自己提醒陈小姐让她电话联系家人之时陈小姐倒头又睡着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向前只能独自坐在一旁等着陈小姐醒来 殊不知也就是她这么真诚的做法才换来了后面陈小姐的帮助 最近的好剧情都是在工作室剪的但工作室离家太远 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但开起来跟新了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什么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 你是谁啊 再次将整件事的经过告诉了陈小姐 可让陈小姐有些疑惑的是 没有了开车之前向前怎么不提前加油啊 此话一出向前瞬间傻了 说着就表示这么贵的车家满自己还不得一个月工资没了 再说了毕竟你陈小姐喝酒了不记得这是自己上哪说里去 了解完事情的真相后陈小姐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耽误了向前时间不说还让人家照顾了自己 于是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千块钱作为对向前的补偿 可让陈小姐没想到这里等陈小姐的家人过来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陈小姐发现向前的人品在当今社会既难得又可贵 于是心里默默有了一种要拉向前一把的想法 只见事后陈小姐再次致电给了向前 是这样我这边的公司呢刚刚成立 连手还不齐全 想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做我的司机呢 喂大叔 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这遇到一刻人喝多了 再说他车也没油了 我只能等着醒过来了 落魄总裁为求生计不惜干起了代价 感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趟代价之旅竟意外让他重回了人生巅峰 只见事后叫代价的陈小姐直接向向前抛出了橄榄枝 是这样我这边的公司呢刚刚成立 连手还不齐全 想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做我的司机呢 见电话那头的向前没有回应 陈小姐深知自己突然电话造访过于冒昧 于是便告诉向前 今天晚上自己有个酒会想邀请他一起参加 并且费用按每小时三百来给向前结算 向前一听来大活了瞬间就答应了向前 殊不知他即将在酒会上碰到曾经陷害他的小人 只见酒会里陈小姐向各位老总寒暄一番之后 老总们纷纷都对向前赶起了兴趣 这是我新找的司机小向 男友司机咋那么帅啊 就是啊男友司机穿这样的啊 他是你新男朋友吧 你们 点见着男人真是自己曾经的老总向前 小徐心里憋着的那股劲瞬间就上来了 紧接着二话不说就立马上前嘲讽 向总 还真的是你啊向总 好久不见啊 你们认识 见向前落魄后攀上高枝给陈总当了司机 小徐瞬间阴阳怪气地表示陈总大才小用 随后还滔滔不绝地将向前曾经辉煌的历史给讲述了出来 只可惜一是英明毁在了洪福的项目上 而这言外之意就是在告诉陈总用人之前一定要调查清楚 只要在圈内随便一打听就知道向前以前的手脚不干净 眼看陈总面无表情地离开 小徐瞬间得意地露出了奸诈的笑容 殊不知陈总并没有因此动摇对向前人品的认识 反倒觉得自己有些大才小用了 而与此同时羞辱完向前还不觉得过瘾的小徐再次找了过来 向前 这要是哥以前给他徐恒十个胆都不敢直呼向前大名 可毕竟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徐恒不但直呼向前大名反还逼他强行喝酒 向前直言自己一会还得开车不能喝酒 可不曾想去直接给了小徐嘲讽的机会 司机是吧 对对对 你现在是个司机 逗我呢 司机有穿成你这样的吗 你是不是一直都特别强不上我呀 你这身衣服是你当年上台领奖的一事吧 你看哥们里也在那家定的 比你那还贵呢 徐恒落井下石的一言一行都被陈总看在了眼里 甚至还恶语相对地告诉向前不就是钱吗 他现在有的事 只要向前开个价把酒喝了他立马拿钱 可就在向前问到徐恒内心真的开心吗 徐恒顿了一下 但并没有把向前说的放在眼里 毕竟向前已经不是自己的上司了 可向前还是留下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小徐 我辞职那天我去找过你 本来想跟你聊几句 但是你不在意 至于你是不是躲着我 你心里比我清楚 你跟我那么多年了 除了辛苦点 我自认为我没有亏待款 但是我没想到 你出卖了我 你以为你做了这些 就可以飞黄腾荡屏住青云了 你以为你做了这些别人就不知道吗 这圈子太小了 所有人都会想 今天你出卖我向前 明天你就可以出卖他们 所以至少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的路走到了尽道 听完向前的一番话 徐衡有些羞愧 因为当初不是自己做假账 陷害向前向前不可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向前走到今天 就有自取 性格上的缺陷 得罪了太多人 所以我不怪任何人 包括你 但是呢 不管我今天做哪个行业 哪怕我是要饭 我腰杆挺得比你值 两人的这番对话 陈总听的是一清二楚 并且更加坚定了向前的人品 可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这颇天的富贵说来就来了 给自己买几件像样的衣服 等我的电话 到公司来找我 呀 好汉 我这两天 光忙着做饭了 都忘了我的任务了 什么任务呀 是游戏吗 姐姐的任务就是 帮你爸找回自己 重新振作起来啊 得知姐姐的任务是帮爸爸重新振作起来 好汉觉得这事有点炫 然而就在爱丽莎一头雾水之时 好汉直接跑过去拉开衣柜 将爸爸的衣服给晾了出来 随后还告诉仙女姐姐 曾经她爸爸的媳妇一大堆 不仅如此还非常懂得搭配 可现如今除了这一套西服 还在之外 其余的全都没了相 你看她现在 只穿一件衣服 还老穿那双破搓鞋 见此情形 爱丽莎来到衣柜面前 看着还在的那套西装 心里瞬间有了想法 毕竟姐灵还虚息灵远 一向前现在的情况 必须得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只见事后第二天一走 爱丽莎故意让好汉 将财经新闻的声音放大 让向前有所注意 不仅如此还故意提到 爸爸你说 你说呢 有没有救好吗 向前故意避开话题 摆弄着手中的玩具 爱丽莎也清楚 向前是在故意逃避 于是又和好汉提到 这么多股票 他们应该买哪个合适 而好汉也非常配合地 说出了股票挣了钱 自己就可以买玩具枪了 然而就在爱丽莎 再次问到向前 军事方面的股票 都有哪些事 向前再次选择了逃避 几点了 啊 七点三十 你不上学啊 到 眼看向前这块心病根除 需要大剂量用药 隔天爱丽莎直接叫来助理 寻找帮自己买一些 财经方面的书籍 可寻找不会知道 爱丽莎买书送的对象 正是自己的前夫向前 只见下楼的寻找买书之时 突然偶遇了湖南 湖南得知这些东西 是爱丽莎要的之后 忍不住吐槽了几句 什么情况啊 天天让我做孩子喜欢吃的饭 孩子做人餐 做就看财经事情 此时的寻找也没多想 而湖南也并不知道 这其中的弯弯绕 事后寻找将买来的书籍 放在爱丽莎办公桌上 后无意提到了 湖南刚才说的那句话 爱丽莎本不想让更多的人 知道自己的私事 于是随便搪塞了几句 殊不知他每天朝夕相处的好汉 正是眼前寻找的儿子 而他一直在追求的向前 也是寻找的前夫 只不过这层关系 暂时还没有揭开面纱 拿到财经类的书籍后 爱丽莎先是通过公众号的形式 给向前推了多个 财经类的博主和文章 可遗憾的是这向前 就光顾着宋水根本不上钩 并且连这方面的书都不看 他说不上钩啊 对啊就是很奇怪 平常都会看呢 不行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不信了 来 爱丽莎和好汉约定 继续为向前展开拯救计划 事后第二天向前 一如既往在宋水站工作 突然水站的同事家里 有事需要请假 见此情形老板只好 将CBD办公大楼 送水的任务交给了向前之行 然而令向前没想到的是 自己正在办公楼换水之时 一个不经意竟发现 前妻寻找正站在自己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 女人意外发现 眼前的宋水公特别像自己的前夫 为了确认自己没看错寻找 便直接走过去查看 然而这一看不要紧 眼前的一幕瞬间惊掉了她的下巴 你怎么会在这 剑曾经当了六年 家庭主妇的前妻如今已成了这栋 大楼里的白领精英 向前的自尊心遭到了打击 一句为了生活彻底让寻找对向前感到了陌生 因为先前向前是高高在上的大中华地区总裁 他没想到眼前前夫的事业起伏竟如此跌倒 寻找本想对向前须寒问冷一番 不料眼前的向前根本不领情 向前看着寻找内心五味杂陈 他告诉寻找自己现在和好汉过得很好 甚至还叮嘱寻找千万不要让他的同事 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 随后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合适扭头便离开了 而寻找看着向前落寞的背影内心五味杂陈 紧接着事后直接电话告诉弯弯 自己看到了向前送水的事 我当然没有看错 我还跟他说话了 向前最近这经济状况确实不怎么好 那他去送水 我还真没想到啊 他经济状况再差他也不会送水啊 那要这样的话 那好汉现在怎么办 寻找一想到向前带着好汉经济状况 还这么差就瞬间担心了起来 毕竟自己的儿子好汉才六岁 于是事后放心不下的寻找 直接按照水桶上的地址 找到了向前所工作的送水站 这么精彩的剧情 用我新换的手机看更流畅了 大家买了新的旧的都怎么处理 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 平板 手表 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 他们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 我那台iPhone14都卖了3000多 当场拿钱的滋味太爽了 要我说趁着旧鸡还值钱 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 怎么找到这儿来 谁总算有地址 哦 这个是我这段时间存的钱 密码是好汉的生日 看着眼前寻找掏出的银行卡 向前直接拒绝了 可在寻找看来向前还是这么倔强 如今都送水了还值得得心 送谁的 我原来在办公室坐惯了 我想舔舔生活怎么办 眼看向前对自己如此抗拒 寻找说着就表示 就算他不需要好汉总得要吧 也就是这句话瞬间让向前脾气上来了 因为寻找当初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扔下孩子和这个家说不管就不管了 现如今还好意思提到孩子 他寻找根本不够资格 说着向前就告诉寻找两人 既然已经离婚那就互不干扰 我送水了 向前 寻找无言以对 毕竟自己离开孩子和向前是事实 但如今现实却是向前的经济状况 抚养好汉让寻找实在是有些担心 于是事后寻找便和闺蜜弯弯商量 把好汉接到自己这里来生活 可不曾想弯弯听后瞬间就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向前把好汉带得很好 以前好汉身上没有的男子汉气息 现在也越来越能量 以前吧 照顾好汉是事无巨细 什么都给他最好的 什么都安排好 可是好汉毕竟是个男孩子 我觉得缺少一些 言门劲 现在跟着向前披着多了 我觉得像个男孩子了 眼看闺蜜弯弯让自己不要操心 寻找为了亲眼看到好汉现在的生活状况 于是事后第二天一早偷偷来到了幼儿园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里竟看到了自己的上司 爱丽莎和向前一起来送好汉上去 你跟他什么关系 谁啊 你说刚才那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不给孩子找小妈啊 怎么了 女人意外发现 前夫竟然给儿子找了个小妈 更要命的是眼前的女人 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见此情形寻找按耐不住情绪 直接快步走去对向前发起了质问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说刚才那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不给孩子找小妈啊 怎么了 你有了你自己的牺牲活 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凭什么还给你啊 当初你走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 今天你会有这样的下场 向前的一番话瞬间 让寻找丧失了主动权 确实也如向前所言 如果不是寻找当初放弃孩子 和这个家说走就走 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说着向前又再次告诉寻找 现在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孩子的小妈不仅年轻貌美 而且还上了厅堂下的厨房 过得很幸福 我们过得很幸福 以后不要再来打了我们生活了 再见 此话一出向前狠狠地捡了气 可站在原地的寻找就不同了 被这番话刺激后 瞬间气得咬牙切齿 却又无法反 事后寻找为了避免 和爱丽莎见面干拔 于是直接找到大董 提出了辞职申请 为什么要辞职 个人原因 你的主播领导爱丽莎值得吗 我想最后有事要回报到您这儿的 没跟他说 大董觉得寻找越级申请 这其中必有缘由 但除了工作之外 这些事情他也懒得操心 对于寻找提出的辞职 大董并不同意 因为他早就觉得寻找的能力出众 并且很有想法 而在看到寻找做的 白领衣橱的计划后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于是大董决定给寻找升职加薪 并且后边所有的工作 不需要通过爱丽莎 可以直接跟自己回报 听到此话 双标的寻找又改变了辞职的想法 因为他又想到 只有自己赚了足够多的钱 才有更大的底气 将好汉接到身边 而与此同时 得知寻找突然调走的爱丽莎 瞬间懵逼了 寻找被调走了 嗯 对啊 得知寻找被调走的 爱丽莎有些失魂落魄 恍惚间她才想起 早上送完好汉上幼儿园 离开后看到的场景 难不成好汉的妈妈 真是自己一直朝夕相处的寻找 想到这里 爱丽莎也明白了 为什么寻找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就离开了 肯定是看到了自己 和向前一起送好汉上学的一幕 所以在车上才看到了 向前和寻找争吵的场景 此时爱丽莎一下子 陷入了两难不知该如何抉择 就连坐电梯偶遇寻找 气氛都显得格外尴尬 这也许是二人坐过最漫长的电梯 此刻空气都仿佛瞬间静止的 可以听到心跳声 从二人无话不说到现在这个地步 命运确实给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事后寻找突然接到了 爱丽莎父亲温洪明的电话 而电话里则是询问 爱丽莎最近是不是交了男朋友 因为先前寻找答应过 帮温洪明看着爱丽莎身边来往的男人 可现如今她也没办法直言 告诉温洪明爱丽莎的男朋友 就是自己的前夫 为了避免尴尬寻找 只好匆忙匆匆挂断的电话 而与此同时 爱丽莎一如既往带着好汉回家做饭 殊不知身后的父亲温洪明 已经跟了她一路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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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爸 来 老爷你好 这有什么 突如其来的一句老爷 瞬间让总华不想把自己的早餐换成子蛋 因为自己的女儿 爱丽莎至今单身 从哪里蹦出来的孩子 就在刚刚 温洪明意外得知 自己的宝贝女儿 爱丽莎竟和一个宋水大叔住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 当她偷偷来到女儿现在的家时 更是发现 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儿 竟然还学会了做饭 小雨琴怎么了 温洪明不敢相信 从小高傲没吃过苦的女儿 现如今竟甘愿挤在一个小角落 更离谱的是 她搞不懂女儿 为什么要选择过这样的生 直到看到宫牌上的男人 温洪明才想起今天来的目的 这是谁 这是我爸 这孩子是谁 他儿子 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 让温洪明此时一头雾手 爱丽莎见状向好汉 介绍了温洪明的身份 可不曾想着好汉一开口 就管温洪明叫了老 你叫老爷呢 叫爷爷 俗话说童言无计 但温洪明觉得这是没那么简单 本想拦住女儿问个清楚 可谁料女儿借送孩子上学 唯有甩开了自己 虽然女儿没有告诉自己真相 但通过重经调查 温洪明还是得知了 向前这个人的背景 她觉得向前这个人不行 因为先前向前有过违规操作 导致存在的集团公司损失了一个多亿 现如今在金融界是身败名列 不仅如此 还离异带了个六岁的儿子 我要你立刻终止跟她的关系 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不用终止 你们都终在一起了 你只要相信我们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 至于为什么住在一起 这是秘密 见女儿如此叛逆说完就要开溜 温洪明觉得是自己早些年 光顾着赚钱忽略了女儿的成长 因此才导致爱丽莎现如今 有这样不正确的择偶观 紧接着又告诉爱丽莎 等她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人 她温洪明愿意放下所有生意 来支持女儿的幸福 可在爱丽莎看来 这无疑是父亲在控制自己的人生 你是不管他一下不回头 不见关才不掉泪 你是我的女儿 你怎么能去过那种生活呢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 我怎么能相信 这是我的女儿 爸爸 咋行了不要生气了 坐下来听我说 见父亲情绪如此激动 爱丽莎也知道父亲是为了自己着想 于是最终商议后 爱丽莎决定会从向前那里搬出来 不过得再给自己一些时间 而温洪明要做的就是信守承诺 不要将自己的身份告诉向前 也就是这样两人暂时达成了遗址 只见事后好汉和向前聊天时 差点说漏了今天爱丽莎父亲来过的事情 爸爸 今天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来这看房子来了 好事看什么了 他是想在这弄酒吧 然后我跟他说他太吵了 也没什么人 我就把他打发走了 那我都走了 那我都走了 那太好了 后来他开个酒吧的话 我们都得搬去 不会不会 不会 今天有一个 行吧 你别拿吵 向前声称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处理 并没有在意好汉说的 随后交代完家里的事情就离开了 而离开后 爱丽莎瞬间把目光转向了好汉 是要好汉 我怎么交代你的 啊 啊什么 哦 我忘了 那有没有多少积蓄 这些男人 不用 我有 现场啊 哦 是 都交了三个月的房子 你要先吃饭拿着 这或许是剧中 爱丽莎面对命运最无奈的时刻 此时向前对她越是关心爱丽莎的心理 就越不是滋味 因为爱丽莎早已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 从拿错行李箱闹出乌龙音差阳错成为邻居 再到投奔向前签署 接级协议成为合租室友 这一切在爱丽莎的脑海里仿佛犹如过电影一般若隐若现 谁曾相同 坐在一望无际的海边 回想起这几个月在老屋发生的点点滴滴 是温馨的 也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爱丽莎遇上了向前和好汉 温馨的是这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可惜造化弄人天不遂人怨 爱丽莎心里清楚向前心里还有前妻寻找的位置 不然那天在医院向前也不会那么担忧 而自己对向前不过只是一厢情愿吧 所以目前自己离开才是最好的结果 到了晚上 寂静的老屋里向前看着电脑有些失魂落魄 而好汉睡梦中更是一口一个仙女姐姐的叫着 与此同时向前看着角落里空着的床铺内心无味杂产 她知道爱丽莎在的这段时间帮助了自己很多 可当打开手机想要联系爱丽莎之时向前又不知道你什么身份 事后第二天一早向前和好汉的生活一如既往 只不过送好汉的任务又回归到了向前身上 然而就在好汉拿出运动鞋时却意外发现鞋盒里竟有一张银行卡 而这张卡正是好汉这么多年来她妈妈给她存的零花钱和压碎钱 好汉的妈妈当初让好汉自己保管 可不曾想好汉却忘了至今才发现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爱丽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可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干洗店的电话 电话里工作人员告诉爱丽莎上次送来的男装已经洗好了 不过在西服里发现了一张档票马上就要过期了 只见事后爱丽莎拿到档票后立马来到了手表店 她很清楚这是向前档掉的手表 于是二话不说就消费十万块钱将手表给赎了回来 随后又再次来到了向前的住处 可谁承想却意外发现向前在调查自己父亲的温红明 红明 这个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什么我跟他 我领导 你领导 对啊 啊 你是在调查他 我调查他干嘛呀 我要见他 做做功课 你什么我见他呀 什么红明 你认识 这个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什么我跟他 我领导 你领导 对啊 你是在调查他 我调查他干嘛呀 我要见他 做做功课 爱丽莎怎么也没想到 向前即将要见的投资方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可此时向前还浑然不知 而爱丽莎更是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曝光 本打算拿起漫画书转移话题 可不曾想书内的画风竟让自己瞬间眼熟了起来 这画风 怎么这么熟悉啊 得知这本漫画出自于佛老名歌 爱丽莎顿时想起自己好哥们湖南的笔名就叫这个 不仅如此向前要做的项目就是手中的这本亲爱的喵先生 见此情形爱丽莎感觉这是都凑到一块了有些不知所措 只见事后第二天向前如约来见了温红明 温先生你好 你好 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让向前傻眼了 因为这老头自己不止一次见过 更要命的是自己当初还跟他发生过肢体冲突 如果说这算炸裂的话那接下来更是王炸 只见向前将目光转移到一旁时却意外发现 相册中和温红明合照的女人竟然是一直跟自己合租的爱丽莎 温先生 爱丽莎是您的 女儿 爱丽莎 我的天使 我的骄傲 24岁已经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了 最重要的是 她没靠她的父亲 靠她是自己的能力 此时的向前瞬间被震惊到了 因为她先前根本不知道爱丽莎和温红明之间还有这层关系 而温红明知道自己女儿喜欢向前 所以更是直言告诉向前项目是个好项目 但是她希望项目可以纯粹一点没有其他因素 尤其是她的女儿在内 而此话一出向前也瞬间明白了温红明这番话的意思 我想您误会了 首先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们的关系 第二 不管我到什么时候 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遇 我不会攀附别人的关系来达到我的目的 尤其是女人 将前提告诉温红明后 向前表示这么好的项目 您可以选择不做 当然她也可以找其他人 只不过温红明的损失一定要比自己大 然而就在向前准备离开时 却被温红明叫住 因为温红明知道向前也是个做父亲的人 这其中的感情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她希望爱丽莎能找一个有能力让她幸福的人 且不说 我和您女儿没有这层关系 就算我们有这层关系 那您今天的行为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让我远离您的女儿 那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您的女儿真的爱上我了 她如果知道您今天的所作所为 她会怎么想呢 而且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您会因为个人的目的 来阻挠集团的发展 所以 我更没有必要留在这了 向前留下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就离开了这里 而温红明见状也直接给爱丽莎打去了电话 直接爱丽莎来到温红明这里后 立马询问父亲 为什么阻止集团给向前投资 不仅如此看到一旁的相册后 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斥责父亲不守约定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怎么成心的嘛 我怎么是成心的呢 你答应我不暴露我身份的 我对你太失望了 他如果真爱你 他就接受你的一切 是吧 包括他还得接受 我这个 很不喜欢他的 你的老爹 见父亲的态度已经明确 爱丽莎当场表态这件事 自己不会袖手旁观 但不曾想刚出门 就接到了向前要见面的电话 喂 大叔 哦 好 你明明是一只孔雀 这要不惜一切代价 收起自己美丽的羽毛 装作一只麻雀 闯入到我的生活里面 掩藏了半年之多 而且每天还要 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 来维系自己一个 失足少女的身份 为什么 附加千金假扮失足少女 追求李毅大叔 不料却因为父亲的一句话 彻底暴露了身份 此时向前觉得 爱丽莎这种行为 纯纯是闲得淡堂 因为在她看来 爱丽莎隐藏半年之久 纯粹就是为了 戏弄自己来看笑话 向前没有给爱丽莎解释的机会 而她也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因为她今天叫爱丽莎来 就是想把话说明白 希望爱丽莎从今往后 不要再出现在 她和好汉的生活里 紧接着把话撂下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她不知道这番话 对爱丽莎的伤害有多大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 爱丽莎直接追上了向前 向前 爱丽莎解释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向前 自己并不是有意 要欺骗她和好汉 因为当她想告诉向前的时候 向前的事业已经落寞 她根本没必要在向前面前炫耀什么 更直接一点说白了 如果向前知道自己是这种身份 那么他们二人 还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 而此话一出 向前也明白了爱丽莎的心思 但是她对爱丽莎的感情并不买账 爱丽莎太优秀了 向前深知自己根本配不上她 最好的结局就是互不相见 殊不知这对爱丽莎的伤害太大 只见一杯杯酒下肚之后 爱丽莎尝试用酒精麻痹自己 通过了解才得知原来是爱丽莎爱上了向前 而接收此信息的湖南瞬间震惊了 因为她也爱上了向前的前妻寻找 怎么就这么巧呢 怎么就这么巧 怎么就喜欢上人家一家子 你还是一家子 我是一向情愿的 我也是 此话一出两人瞬间懵逼了 都没想到这么狗血的剧情 竟然发生在了各自身上 但爱丽莎今天找到湖南 并不是为了单单借酒消愁 而是她知道向前要做的 向母喵先生的版权是湖南的 所以她决定做这个中间人 让二人达成合作 只见事后爱丽莎告诉了向前 自己帮她约了弗朗明哥 你开玩笑的吧 机会只有一次 不来就算了 最近的好剧情 都是在工作室剪的 但工作室离家太远 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 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调价快买瓜子特划算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少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 只见向前如约来到梧桐酒吧后意外发现 眼前的男人自己早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见过 这小子不可能会是弗朗明哥 而湖南为了证明自己 更是直接连线了欧阳祖 你认识这个人吗 诶 向前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那现在的版权有给他了 只要的话找他吧 就这样 拜拜 得知湖南就是弗朗明哥本人 向前觉得这剧情越来越狗血了 曾经两个冤家路窄的人 现如今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向前的资金 根本不够买下喵先生的版权 于是湖南看在爱丽莎的面上 决定以版权入股和全面衍生品产业链 向前合作 之前红足失败了 你还愿意相信我 我相信你从上次事情中吸取了教训 都说患难见真情 向前这次可算是认识到 不过湖南却觉得 向前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爱丽莎 而爱丽莎也趁机提出 自己想好汉的明天一块吃饭 也谢谢你 能帮到你就行 那个 我想好汉了 明天咱们一块吃个饭吧 那明天我去接她 去你家吃吧 吃这些好吃的可劳你 而后爱丽莎来到向前的住处 看望好汉 当几人准备开心的吃饭时 不料好汉的话打破的氛围 今天叫我妈了 啥 妈叫翘克出去玩了 人家商场渔厅 玩了赛车 投篮机 跳舞机 太好玩了 儿子的一番话让向前脸色突变 她没想到前妻会让孩子翘克去玩 没有食欲的向前立即给寻找打去电话 她要约寻找立即出来见面谈一谈 可寻找正在上班忙着白领衣橱的事 不能立马去跟向前见面 可向前却不干 寻找拗不过向前只好答应立马见面 向前立声谴责寻找不该私自去见儿子 声称没有经过她这个监护人的许可 谴责寻找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可寻找却不这么认为和她距离力争 坚持自己有对孩子的探视权 向前赌气却说要给儿子找个后妈替代她 让孩子慢慢地将她这个亲生母亲遗忘掉 还要给向好汉生的弟弟或者妹妹 寻找坚信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她是孩子亲生母亲的事实 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都无法替代的 或许着急地寻找让向前有些幸灾乐祸 恍惚坚决地眼前的寻找就是当初的自己 责备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并警告寻找以后不要擅自见孩子就离开了 而后当向前回到家 看见爱丽莎哄着好汉睡着了 于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外面喝着闷酒 结果还是把爱丽莎吵醒了 看着心情深沉的向前爱丽莎于心不忍 于是安慰向前一切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还劝她多理解寻找的难处和苦衷 不要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爱丽莎的话让向前有了一丝释怀 既然两人已经离婚了 就应该有各自的生活和选择 这时爱丽莎继续安慰道 那既然你跟寻找回不去了 你应该给好汉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好汉喜欢 又喜欢好汉的人啊 你说的有道理 你应该给好汉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好汉喜欢 又喜欢好汉的人啊 你说的有道理 我母之前找过呀 好汉不喜欢 注意看 富家千金暗示大叔给自己表白 不料向前却岔开话题说找保姆 这让爱丽莎尴尬不已 其实向前知道爱丽莎很喜欢自己 只不过他想等事业有成在考虑个人的感情 而后向前约见湖南商谈电影立项审查的事 他让湖南尽快把剧本写出来 因为他打算用一千万再把陈坚志请回来 湖南对向前果断的做事风格大为赞赏 答应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剧本 随后向前来到陈彦卿的公司 他向陈彦卿汇报了电影的进展情况 只因向前手中的两千万是陈彦卿投资的 陈彦卿相信向前的能力 坚信向前能把喵先生的电影筹划好 陈彦卿无意间发现向前开设了投资理财的公众号 对个半堂经济学的公众号是你的吗 您怎么知道的 关注量是多少 七千多 单片的阅读量最高多少 十一万多 这是你的一个实验 启动基金这六万多块钱 是我儿子这几年攒下的零花钱 我的目标 是一千万 赚到这一千万之后有什么打算 向前打算把这笔资金全留给他的儿子像好汉 作为孩子的成长教育基金 向前的规划眼光和能力让陈彦卿更加钦佩 第二天陈彦卿便找到投资人温红明 陈彦卿极力向温红明推荐向前 劝说他不要错失向前这个人才 温红明在这时 爱丽莎正好来见温红明 陈彦卿见状赶忙离开 让给他们父女俩讨论事情 原来爱丽莎也得知向前的电影项目进展顺利 于是过来也劝说老爸不要执迷不悟 同时埋怨老爸没有眼光 没有看到向前的闪光点 女儿的话让温红明不以为然 说他爱上向前是一厢情愿 可爱丽莎却叫老爸不要干涉他的私人感情 这边向前的前妻寻找来接儿子放学 不料得知儿子被前夫向前接走了 寻找私儿心切 无奈寻找只好来到向前的家附近看看孩子 因为他担心向前会拒绝他的看望 果不其然 当向前发现不远处的寻 后来到寻找的跟前训斥一番 我说过的不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答案应该是你给我的吧 你之前的离开 已经让这个家庭毁灭一次了 我绝对不允许有第二次 向前你这样太残忍了 我报复你有用吗 你能还给我一个家吗 对于寻找向前还是不能原谅 他要让寻找一直有种愧疚感 同时也希望寻找能够反省 他当初的自私和冷酷 接着警告寻找叫他不要私自见孩子 否则他将会搬家给孩子换幼儿园 到时也会在孩子面前诋毁寻找 向前的话让寻找心如刀割 明明和儿子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虽有万般不舍但也没有办法 充满无奈的心情只好选择暂时离开 第二天 向前来到陈彦青的公司继续讨论电影的事 就在两人聊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这时向前的电话突然响起 向前急忙拿起电话接听 男人正跟一帮投资者讨论项目 不料她的电话突然响起 向前只好回避一旁接听电话 原来电话是向前的前妻寻找打来的 目的是跟她争夺孩子探视权的事 我是好汉的妈妈 我希望能够每周得到一次的探视权 你不要让她以为离了婚 就是抛弃她了 她是我们的孩子 我承认 之前你确实是一位好妈妈 但是之后我选择 由谁来做她的妈妈 是我来做主 懂吗 向前我真的不愿意说这句话 在法律而言我是有探视权的 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剥夺我的权利 你明白吗 对于寻找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争夺孩子 向前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自始至终 她都没办法原谅寻找当初的狠心离开 挂断电话后向前继续商谈项目的事 几人对向前的电影很是期待 约好改天再次讨论深化合作的细节 这边寻找为了每周见到孩子 迫于无奈只好使用法律维权 可律师告诉她一旦上了法庭 到时可能会两败俱伤 况且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可寻找想着为了得到孩子 无奈地在委托书上挤开了餐把 留下爱丽莎跟湖南两人独自尴尬 他们两个人一个喜欢向前 一个又在追求向前的前妻 此时的两人有种钻地缝的感觉 随后向前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于是急忙找来律师商量应诉 律师建议她还是跟寻找私下和解 尽量不要闹到法院开庭的地步 声称寻找有合法探视孩子的权益 真要大动干戈闹到法院 到时两边爱丽莎把寻找叫到办公室 两人就昨天在参巴的事解释一番 爱丽莎告诉寻找向前跟湖南认识 是为了拍电影的事 声称漫画亲爱的喵先生的作者就是湖南 而向前就是为了把这部漫画拍成电影 这其中就是自己为向前引荐他们合作的 寻找听后这才明白其中缘由 原来湖南不是为了追求自己而设的局 只怪自己对向前的工作知道的太少 接下来他会放弃孩子的抚养 全部跟向前打官司吗 咱们下集继续 你喜欢一个人啊 你一定要跟他表白 你丑没关系 万一他瞎呢 湖南的一句话让向前哈哈大笑 只因湖南在追求自己的前妻 可以想到前妻的年龄比湖南大 作为过来人的向前还是劝湖南慎重 不要只图一世生仙 告诫湖南恋爱是一回事 真要是结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湖南好似王八赤秤妥铁了心 你是不是想说寻找比我大八岁 他五十的时候我才四十出头 这应该是每个正常人都会考虑的方向吧 可能我不在正常范围之内吧 向前看得出来湖南很喜欢自己的前妻 爱情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向前不想泼湖南的冷水 他只希望前妻的下段感情是幸福的 同时也希望湖南能够真心对寻找好 湖南对向前的忠告表示感谢 只因在这之前湖南跟寻找谈过一次 两人就彼此的感情敞开了心扉 寻找面对湖南的感情没有很大排斥 只不过他现在的心思全在他儿子身上 为了跟向前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迫不得已要跟向前闹到法院的地步 湖南也深知现在的寻找不想考虑个人感情 但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尊重寻找的决定 其实寻找也不想跟向前打官司 毕竟不管任何一方赢了官司 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他想等到跟向前处理好孩子的事 再来考虑个人感情 寻找的态度湖南不好再说什么 但他也表示尊重寻找做的任何决定 这边爱丽莎借送好汉蛋糕之名来看向前 其实他是来劝说向前接受湖南跟寻找的事 同时也希望向前开启一段新生活 对于湖南跟寻找向前表示并没太在意 毕竟他跟寻找已经离婚几个月了 两个人也应该有各自的生活 爱丽莎见向前如此一说 心中顿时放心许多 这时向前询问爱丽莎一些事 爱丽莎误以为向前会说他俩的感情 满心期待的眼神看着向前 不料向前却说起另外一件事 如果 有人在职场上把你害得身败名裂 倾家荡产 你会报复的你 不会吧 结果下一秒转过身的爱丽莎笑着说道 孩子好 好孩子 其实向前明白爱丽很喜欢自己 只是他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因为他担心自己配不上爱丽莎 向前之所以问爱丽莎那番话 是因为他跟之前的助理徐恒见过一面 徐恒给了他一个U盘 里面有之前他被陷害的一些证据 隔天向前神采一一来到之前的IPD公司 直接来到死对头七总的办公室 七总看到向前的到来很是意外 向前开门见山直接拿出U盘 本想奉劝他俩能主动自首 不料七总两人还在苦苦狡辩 向前立即插入U盘打开了他们的犯罪记录 看着记录七总和盛总两人顿时傻眼了 七总本想立即夺回U盘 向前表示这是他拷贝过的 七总两人顿时被吓得愣在原地 接着向前扔下一句好字为之就离开了 看着向前离去的潇洒背影 七总跟盛总摊倒在椅子上 等待他俩的就是采缝刃机的机会了 注意看 两个大男人正在讨论男女感情的事情 湖南询问向前对爱丽莎的感情如何发展 向前才意识到爱丽莎对她的重要 但她又觉得自己配不上爱丽莎 她只想和儿子快乐地生活下去 湖南则鼓励向前大胆向爱丽莎表白 可向前笑而不答 这边爱丽莎接向好汉回家 向好汉恳求爱丽莎想办法帮爸妈和解 不想看到爸妈对不公堂的那一天 爱丽莎看着好汉不知如何回答 或许她明白对于孩子来说 亲生父母才能给她最大的爱 自己不该拆散他们一家三口 几天之后向前在家正跟儿子玩耍的时候 老东家IPD的王总亲自过来邀请向前回去做副总裁 几个好兄弟看到向前终于沉渊昭雪 都替她兴奋的开心不已 而向前则是拒绝了王总的邀请 因为她觉得陈彦青的公司更适合她 这边爱丽莎回到家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辞去杂志社所有的职务 答应跟温洪明回美国 听见女儿的决定温洪明倍感欣慰 不过她听说向前拒绝了IPD副总裁的邀约 不禁对她刮目相看 可爱丽莎想彻底离开向前 以后全部听从父亲的安排 这边寻找的白领衣橱的项目 也顺利举行启动仪式 同时爱丽莎在启动仪式上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因为这是她最后一天在杂志社上班了 未来的位女将会有新的主演 她就是白领衣橱的创始人寻找女士 寻找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 她感谢爱丽莎的鼎力相助 也感谢白领衣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寻找一路走来可谓是颠沛流离 如今也终于迎来了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此时的她充满自信 沉稳而优雅 美丽又大方 这一刻寻找如同重生一般耀眼万分 紧接着寻找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词 这边向前喵先生的项目启动仪式也尘埃落定 向前举杯感谢了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向前也借着这个机会撮合了陈燕青跟高原 两人本就是一对离婚夫妻 如今又在一起共事 最主要的是向前能看出两人的心里都还有着对方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合作 我觉着你们两个不是没有复合的可能 跟谁过不是过呀 知根知底的 他是 别逗我啦 高原 你还愿意再娶我一次吗 看着他俩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也都为他粮感到高兴 几天之后向前收到了爱丽莎亲手做的蛋炒饭 并把向前当初抵押的那块表衣并还给了她 向前虽然感动 但她只得将这段感情暂时封存 或许她想闯出一番事业后才觉得配得上爱丽莎 几天之后向前接到通知要去香港拓展公司业务 这一走可能需要个三年五载 最后向前还是决定把儿子留给寻找抚养 香港那边毕竟环境陌生 她觉得好汉还是跟着母亲一起长大 这才是给予对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听到这里的寻找激动不已 她主动拥抱了向前 此时此刻两个人也终于打开心结 转眼之间一年过去 向前从香港回来 当她回到海边房子的时候 看着家里的物品摆设都没有变动 并且家里墙上还摆放着她一系列成功的报道 就在向前惊讶的时候 屋外烟花绽放 向前出来一看 竟然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时的爱丽莎拿着烟花棒迎面向向前走来 在烟花的映衬下 爱丽莎的笑容让向前觉得温暖无比 此时的两人笑容相迎 他们两人一个刚从美国回来 一个刚从香港回来 还真咽了那句话 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部剧到这里就算结局了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或许编剧希望用这种方式留给观众无限的遐想空间 不过玉民影师在这里祝愿各位老铁家庭幸福美满 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 咱们下部剧不见不散